詞曲 李宗盛ch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喜歡開玩笑 所以說我們家 老實講 就是有那種幸福感 其實來到高雄 我九天前到雄中去演講 九天後又來這裡演講 感到高雄人的熱情其實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董事寧的那個大鼻香這樣拖 在台北其實也沒有人理我 來高雄 我沒有辦法下去喔 一個正妹就自動跑來問我什麼你知道嗎 需要幫忙嗎 我嚇一跳你知道嗎 是正妹咧 不是歐巴桑咧 我就在想說 原來長帥也有好處 去到那邊 那個家長跟我說 有這種好處的 給我介紹 介紹我 而且不是只有這個一次喔 我去到那邊 雄中警衛就一直要幫我拖 你知道嗎 我覺得怎麼那麼好累 去到那邊他們家長也是幫我拖 你們高雄人真的好可怕喔 如果不知道的話 以為你們是詐騙集團 對我有什麼突謀 你知道嗎 真的高雄人真的很熱情好不好 為高雄人 補償一下好不好 人家我也是扮一個高雄人好不好 因為我媽媽住在台南 住在隔壁而已 好 各位 其實孩子沒有問題 真的有問題是誰 家人齁 什麼 家人齁 家人齁 我跟我家人齁 我又多一行人齁 其實孩子根本沒有問題 孩子都是一樣 不同的是後面的大人 他在哪裡 我們家有一個紅綠燈啦 大概十字路口 大概四五步路而已啦 我以前大概 我兒子差不多三歲 我常常帶他出去 為什麼要帶他出去 不要關在家裡 你要帶他出去刺激 你知道嗎 腦袋刺激 問計 問計 那個腦袋才會靈活 所以要帶他出去 我出去的話都一定帶他出去 所以說我帶他出去 三歲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遇到紅綠燈 遇到那個紅燈 遇到那個紅燈 我就停下來 我兒子就問 爸 你停下來幹什麼 翁先生 你沒看現在是紅燈嗎 他說有啊 可是我和媽媽出來 媽媽都直接闖過去啊 我是媽媽嗎 不是 所以我那很聰明的孩子 怎麼樣 看我出去 看到紅燈自動停下來 他媽媽出去 自動就闖過去 請問 孩子是同一個人 不同的是誰 不同的是後面那個大人 你怎麼帶他 這也就是身教的問題 為什麼不同人可以帶 有的人可以帶出來 有的人帶不出來 差在哪裡 差在背後的大人 所以說你不要怪你的孩子 不要怪我們的孩子 差 沒有問題 啊 慘了 在農燈 我媽媽回家 所以說不要怪孩子 真的不要怪孩子 孩子有問題 我跟你保證 十之八九 點九九九 絕對是大人的問題 你不要怪他 因為出去受污染 怎麼樣怎麼樣 那都不是問題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扶正 你就放手了 那又是誰的問題 因為你忙 很多家長都跟我講 我很忙 我沒有時間看書 我沒有時間帶孩子 那請問 你有時間做什麼 賺錢 好吧 那你就多賺一點錢 以後留給你的孩子用 看夠不夠花 我告訴各位 不夠 我大概犧牲了大概十多年 也不用啦 大概一個扶正大概十年左右 我現在我孩子真的是放手了 兩個孩子真的放手了 很乖 很乖 教育不是只有分數 絕對不是只有分數 如果你談的教育只有分數的話 總有一天你會遇到一個瓶頸 一個死角 你跨不過去 跨不過去 那教育包括什麼 教育包括至少八個方向 科業 品格 習慣 態度 健康 情緒 道德能力 道德標準 還有能力 所以說分數只有占八分之一而已 可是我們連孩子的分數都搞不定 那其他的部分怎麼辦 所以很多孩子的品格不好嘛 沒有辦法帶嘛 你第一步就沒有辦法走出去嘛 跨出去嘛 其實分數最容易的 你們今天來聽我演講 我都教你們不用補習 分數也可以很好 我帶太多太多孩子出來了 很多很多印證 不是只有補習 我要我的孩子一出去 要有自主學習的能力 不受污染 品格也是一樣 課業也是一樣 很多那個爸爸媽媽跟我講說 唉唷 你們家的孩子就聰明了 因為你們家的孩子就聰明了 所以說呢 我今天很好奇 好奇什麼 好奇今天爸爸也算是蠻多的 我以前當爸爸的時候啊 也是一場一場 跟你講這樣子聽 可是我都是 躲到最後面 我有兩個孩子 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孩子很聰明 所以說讀書沒有問題 誰告訴你 誰告訴你 誰告訴你這樣 你以為孩子聰明 他就願意讀書嗎 聰明的孩子 自由的孩子 態度我告訴你 最容易出問題 因為他們隨隨便便 在小學國中的時候 隨隨便便就可以考一百分 他們不知道努力 這種孩子最要命 你會不會帶 不會 昨天我在巴黎演講到九點 一個媽媽也是一樣 他說我兒子很聰明 只會頂嘴 可是我頂不過他 我就把他塞下去了 我說好 你要害啊 他以父母的權威去壓他 我說我絕對不是這樣子帶 所以他們很有問題 你知道嗎 因為媽媽不會帶 我說爸爸咧 他說爸爸很忙 好 那很忙 也會把你的孩子忙掉 我說你們兒子沒差 白聰明的 他是白聰明的 他可以被訓練的一個 很優秀的人才 可是黃金時期 你卻把他放掉了 你顧賺錢 你顧賺錢 所以說那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樣 老實講我以前 我是做生意的 我賣童裝的 我也是很忙啊 好 我也是很忙啊 那很忙怎麼樣 賺錢嗎 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一個父親 在我心裡面 只有錢 我認為我只有賺錢 我賺很多錢 我已經很了不起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要帶孩子 所以說 我就錯學了 在我的心裡面 賺錢最重要 直到結婚 生了孩子 我女兒 在棋樓 這樣子在爬 那所景氣非常好 我每天都做到大概一點或兩點 我女兒在那邊爬 爬了整身喔 髒稀稀的也沒人管他 我女兒曾經丟掉兩次 我兒子曾經從一樓 滾滾滾滾滾到地下室 我女兒也曾經睡在這個 這工作桌比這個還高 還不到一歲 整個掉到地板 那個地板是大理石的 老實講 刺激很大 萬一這一撞 而且不只撞一次 撞兩次 那整身髒稀稀的 在那邊爬 有一個媽媽從那邊跑過去 走過去 因為我們那邊車站旁邊 一點多 就指我女兒 哎喲 這個孩子是誰家的孩子啊 怎麼那麼髒啊 我看我太太都不敢承認 往回走 很丟臉 我才知道說 原來孩子不能這樣子放 不能讓他自然長大 你知道嗎 我太太跟我講說 我們兩個人當中 一定要有人出來帶孩子 我們不能讓我們女兒 就這樣子長大 你知道我多高興 因為我太太終於 想要回去帶孩子了 我媽媽很厚 你知道嗎 洗洗臉洗臉 我這耳朵都長繭了 你知道嗎 我好高興喔 回去帶孩子 不是 是你帶 叫我回去帶孩子 你知道嗎 很可怕 那個孩子幫他洗澡 就軟綿綿的 我們是臭腳臭手啊 但是人總是要第一步要走下去 你知道嗎 你第一步真的是很難 那觀念一轉變 很難 做也很難 可是你發現 難只是難幾天 幾個禮拜 幾個月之後 你會非常非常的順手 非常非常的順手 難過了就好了 所以說第一步一定要走下去 像我自己 老實講 我十幾年來 我走太多太多的第一步了 真的太多太多的第一步了 我不敢坐飛機 為什麼 我有去高證 我不想出去玩 要坐飛機 所以說我根本不會坐飛機 直到前幾年 有一個日本 那個不是日本 那個金門的那個學校 一直邀請我去演講 我就在想說我要不要去 我實在我不想去 坐飛機真的很可怕 我連走到那個天橋 往下看 都覺得好可怕 可是我發現 我兩個孩子 兩個眼睛 兩個眼睛給你們看 看爸爸怎麼做 你知道嗎 因為這身價的問題 我就故意接給他看 我給我兩個的孩子看 那是故意的 前一天 我就問我女兒 你兒 你也沒有去過金門對不對 爸爸 要不要爸爸幫你拍個照啊 讓你回來 讓你看那金門長得什麼樣子 不用 記得買兩包 逛堂回來就好了 很現實 女兒不理我啊 我只好找兒子 兒子 爸爸好緊張喔 爸爸都不會坐飛機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坐 有什麼好緊張的 有屁股就會坐啦 你看 兩個孩子就這樣 生氣幹嘛 有什麼好生氣 你怎麼對他 他怎麼對你 其實就是這樣 那孩子咧 有聰明 有不聰明 我跟你說 很多人說 會打就會打 不會打就不會打 我跟你說 這句是完全的錯誤 我告訴你 我證明這句是完全的錯誤 你要告訴我說 孩子有天分讀書的話 那是比較頂尖的人 沒有錯 可是比較不會讀書的人 你要是稍微輔助他一下 我告訴你 他絕對贏過 聰明 但不努力的人 大概分四階 第一階就是聰明 對不對 又肯努力 老實講 像我兒子那一種人 聰明 但是又肯努力 但是肯努力 是爸爸媽媽給他的觀念喔 他不會自動努力喔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是屬於那一種 比較頓的人 又肯努力的人 屬於第二階 我女兒大概屬於第二階 第三階是什麼 很聰明 但是不努力 非常非常的可惜 他為什麼不努力 因為爸爸媽媽 在小的時候 根本不懂得怎麼去引導他 讓他自暴自棄 讓他不懂得努力 但他想努力的時候 他的基礎 黃金旗 已經過了 你知道嗎 有時候機會一來 你必須要把握 也不是說沒有機會 只是比 你只要懂得努力的話 一個點就上去了 那我兩個孩子 老天爺 對我很好 我很感激 一個男的 一個女的 一個聰明的 一個笨的 我同學 我同學 當新手爸媽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辦法去接受 怎麼會這樣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各位 我是到最近 我才釋懷的 我才釋懷的 我兒子是很聰明 沒有錯 那我女兒 老實講 怎麼會這樣 真的 她的頭腦就是不好 她的頭腦真的不好 記不起來 背不起來 背不起來 從小學 這一題 今天錯 明天錯 後天還是錯 二三減十九 永遠都是五 連懲罰也會懲錯 唉 在大學的時候 還沒有到大學 要考試 大學學生 到了 剩下半年 他們班有一個同學 就跑來過來 跟她講 其實同學 怎麼辦 這一次的那個歷史模考 我都沒有背 沒有時間背 考得很爛 考爆了 我女兒問她說 妳錯幾題 我說我錯二十七題 不知道怎麼辦 我女兒都不敢講 她背了十多個小時 她錯二十八題 妳知道嗎 那種心情妳知道嗎 我還跟她講 妳趕快去 還有半年的時間 妳趕快去背歷史 爸爸不行 我大腦的保存期限只有兩天 我兩天前才可以開始看 今天她要是妳的女兒 妳怎麼戴 我告訴妳 很少人會戴 真的 我的心想說實在 從小學到現在 妳知道嗎 我真動意賣掉 我在小學的時間 我都罵她笨 可是 當我知道她 那個頭腦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 我不應該罵她笨 我現在都說妳是特製的頭腦 她也接受了 妳知道嗎 特製的頭腦 老天爺在製造妳的時候 一定有她的道理 所以說 我們就從她的態度去著手 前幾天她FB跟她媽媽聊天 媽媽媽媽 我有兩個消息 一個好消息 一個壞消息 妳要先聽哪一個啊 媽媽說 那就先聽好消息好了 好消息 好 然後我就告訴妳 妳知道嗎 那個氨基酸的結構圖 多難背啊 喔 我背了十多天 終於背起來了 好高興喔 那壞消息咧 喔 壞消息 就是 可能明天就忘掉了 喔 真的喔 我不知道怎麼去講 妳知道嗎 這種人 就是我們所謂口中的 賣託主的人 喔 這種的 妳如果女兒子 這種的 你們就放它去 我們不是 我真的是 一塊磚 一塊磚 這樣子疊出來 我的耐心 我們的耐心 只比她多一次 我告訴各位 就夠了 就夠了 包括英文 包括數學 弟弟教一次就會 我女兒要教四次 有時候還不會 包括DVD 高中的DVD 我兒子看一次就會 女兒看四次 可是他看四次的結果 等一下我會秀成績單給你們看 他的數學成績是怎麼樣 所以說不要說我們的孩子 因為這個腦袋不好 所以數學不好 不是這樣 根本完全不是 那是誤解你的孩子 你們的努力不夠 做得不確實 我們的數學程度 一年一年再加降 為什麼 因為功課 這個排擠作用 你們沒有去那個 安排讀書的計畫表 完全沒有利用 遇到寒暑又去玩 玩光了 然後咧 就沒有時間讀書 然後每天都去補習 就這樣 一個錯誤的循環 你知道嗎 一個錯誤的循環 完全都是錯誤 完全 就好像 現在很多人在講 分數不重要 是喔 分數不重要喔 分數不重要 所以說很多孩子 就不讀書了 會誤導很多人 那分數到底重不重要 這本書告訴你 媽媽不會回答的話 我告訴你 全台灣大概只有我會回答 你知道嗎 博士來也不會回答 因為他們沒有真正帶過孩子 我告訴你分數重不重要 如果不重要的話 為什麼現在考試都要分數 請你告訴我 分數重不重要 我告訴你 當你的孩子已經很努力了 已經盡力了 這個分數一點都不重要 當你的孩子每天都在滑手機 滑滑滑滑滑滑 看電視 他的分數又是50分 請問這50分重不重要 這分數非常非常重要 這分數已經代表你的態度不夠 你的努力不夠 分數為什麼不重要 很重要 像我女兒 我女兒 我女兒分數重不重要 她有一次啊 歷史只有考45分回來 欸45分耶 他們班資優生啊 一個資優生隨便考一考 隨便看一看就100分了 在小學我會罵她成績不好 可是我了解她之後 我國中我就不罵她了 你知道嗎 因為她特製了頭腦 考45分回來 我抓來抓說 抓說 撞不住 我的女兒科45分 怎麼會這樣 但是我國中我就不罵她分數了 我了解她之後 我就不罵她分數了 媽媽不要會講話 媽媽跟她講說沒有關係啊 45分沒有關係 下次你把另外55分補回來就好了 我女兒好高興喔 沒有被罵 到睡覺的時候她才叫 看到我就給我叫過來 來爸爸 來來來來來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啊 我很噁心 對 我告訴你爸爸我告訴你喔 其實我們滿分是150分喔 150分 150分 好厲害 老實講 如果剛開始你罵她 她會跟你講實話嗎 不會 我保證不會 這也就是說 有些孩子 你的孩子為什麼不敢跟你講實話 因為你會罵她 所以說我女兒敢講實話 我女兒已經盡力了 她考45分重要嗎 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她考45分真的不重要 如果我兒子的話 老實講就很重要了 所以說分數重不重要 不是單一就是二分法 不是這樣 你要去分析你的孩子 態度夠了沒有 盡力了沒有 盡力就是滿分啊 而不是說他們講的分數不重要 誰告訴你分數不重要的 分數反映在你孩子 努力程度 怎麼會不重要 那我像我女兒已經盡力了 30分也不重要 是在這個部分 可是他們專家 教育專家 有沒有跟你們分析這一點 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帶過孩子 好 所以說 今天你們剛才我生命好運 爸爸你有聰明 你兒子幾歲了 一個兩歲 八一歲 八一歲了 加油 加油 我們從三歲開始帶 你現在一歲和兩歲 加油 下一個自由生 那我女兒就這樣嘛 你了解她就好 你了解她就好 沒有辦法 我女兒就這樣 媽媽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女兒這樣 頭腦為什麼這樣 副獎 來 離床 你現在是在懷疑我 你很可憐 我剛好像我女兒這樣 開玩笑 我很聰明 你有看到嗎 青菜 謝謝 謝謝 好 來 打破我給她講一下鼓勵一下 正確答案是什麼 我告訴你 遺傳到媽媽 真的齁 謝謝 真的齁 這個爸爸 我們港國的 我們港國的 謝謝來來來 謝謝你 阿公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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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你這麼年輕 因為你都說老實話 對啊 為我們男人 出一口氣 喔 我媽媽 你氣得要死你知道嗎 好的都爭到你 好的都爭到我 就你知道嗎 誤會我啦 其實我有一點半開玩笑 但是扮演事實 真的事實 因為我太了解我太太 也太了解我女兒了 知道有一天我去演講 那我女兒九年級了 國三九年級了 都要夜至起到九點 我就說七點到九點 我就去他摘了 我每天去摘啊 我女兒快畢業了 我家住在環河南路啊 她學校在環河北路啊 這條我摘差不多要三年了啦 摘要三年了 我女兒也坐三年了啦 我就要比拼了 我的英國沒辦法啊 我沒有去摘啊 對不對 我沒有去摘我女兒 五分鐘而已 很長的啊 結果呢 我家住在台北市 我太太把她摘到新北市 我回到家 她們兩個女兒還沒有回到家 我在那邊吃吃的等 我沒有一天怎麼跟她說 老公 老公 女兒真的很像我耶 我告訴你 我等了一年才真正答案 我頭先這樣講出正確答案 但是她很生氣 一年之後她告訴我 她自己承認了 我有講錯嗎 沒有 可是我真正講出答案的時候 她卻誤會我 她氣了我一年 從那一年 從那一年開始 老實講 她更愛我了 你知道嗎 她知道她 很厲害的味道 你看看 所以說你的孩子 不要怪你的孩子 你孩子如果不好 絕對有兩大原因 哪兩大 第一 你的基因不好 請問你的基因不好 你要怪誰 你怪你的孩子嗎 第二 絕對是你帶的不好 你帶的不好 你沒有花時間了解你的孩子 所以 這兩大原因 千萬不能同時發生 請注意喔 不能同時發生 她基因可以不好 可是你不能帶的不好 這是我們父母的功課 我女兒這樣 如果我帶的不好的話 我告訴你 她一路很辛苦 她一路學習的支路 非常非常辛苦 可是 可是 因為我們的介入 我們花很多時間 在孩子的身上 所以 她一路非常非常的快樂 什麼叫做快樂學習 我告訴你 那些專家都不懂 我敢講這句話 什麼叫做快樂的學習 我兩個孩子才是真正的快樂學習 為了自己的目標 你知道嗎 那種成就感 你知道嗎 那種力量真的是好大好大 真的很大 我看到他們這樣 我就覺得很安慰 很努力 那種努力 很正向那種態度 這才是真正的快樂啊 不是只有看電視那種玩樂 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這樣 所以你會不會帶你的孩子 你了不了解你的孩子 如果你都沒有時間跟他了解的話 那你怎麼去帶 我等一下還會跟各位講說 身教的問題 你要帶他 他願意讓你帶嗎 不一定 因為 你只是要他聽你的話 可是你的孩子卻不服你的話 那叫不服不是不聽喔 他為什麼要聽你的話 但是他可以服你的話 服氣的服 服你的話 才有辦法一直教 帶從小帶到大 這就是我女兒 所以他很快樂 在高中的時候還跟我講說 爸 我們班都不知道我笨耶 你知道嗎 因為我數學很好 我的笨只有你們三個知道 他成真笨都沒有人敢相信 為什麼 因為我們讓他這個數學啊 哇很強很厲害 等一下我也會跟教各位 數學怎麼帶上來 非常非常重要 數學不只對男生重要 對女生更重要 我女生在文科可以輸人家2分 她在數學可以一下子贏人家20分 數學沒那麼難 難在哪裡 難在你只是會寫 孩子會告訴你 我會啊 會代表會寫嗎 會寫代表你寫很快嗎 你寫很快代表你寫對了嗎 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所以說數學多重要 這是我女兒 那你說 唉唷 那你另外一個兒子很聰明了吧 很好齁 我告訴你 聰明的孩子你會帶嗎 我告訴你 知憂的孩子很難帶 尤其是我們家那一口 真想揍扁他 你知道嗎 我今天為什麼那麼瘦得暈 你知道嗎 我起到散了啦 老實講真的是這樣 不過也要感謝他胖不起來 在小學的時間我都是以他的那個作息為主 他去睡覺了 我才有睡覺 不要說我們忙 我做生意 我是兩邊跑 一邊做生意 一邊跑來這邊帶孩子 四點我去接他們回家 就是寫功課做其他的課外的活動 這是兩邊跑 我也可以去做生意啊 我也可以說我很忙啊 我也可以說 但是小孩子就是這一段 我現在就可以放手了 那知憂生有三大的特點 哪三大 第一很自私 很自我 依我為中心 其他你們都是為我演戲的 你們都是配角 只有我是主角 全世界都一樣 非常自私 非常自我 第二 第二什麼 脾氣很大 情緒很糟糕 EQ 非常非常差 很多這樣子動下來 那個都是非常非常頂尖聰明 他繞不出去 繞不出去 所以說才會去走絕路 你知道嗎 不得逃 因為父母太早放手了 你沒有聽他講話 其實讓他心裡的話 講出來就好了 有情緒的人 有情緒障礙的人 就是希望你好好聽他講話 他就不會去走絕路了 他會為你而活 可是爸爸媽媽都說他們很忙啊 真的啊 就這樣啊 我們家那個情緒就非常非常糟糕 老實講 很糟糕 我們也是很怕 可是我們知道怎麼做 知道怎麼做 所以說相安如事 但是我很理解 他們有些人為什麼去做絕事 做絕路 走這一步路 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戴 每天都要戴 第三 自憂的人啊 很脫線 很脫線 脫線到什麼程度 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那個兒子從小學 什麼東西都丟 鉛筆也丟 USB也丟 外套也丟 水壺也丟 無所不丟 我很生氣告訴他 你的人為什麼不丟 他說我能留兩條腿 可以跑回家 他還有話講 你知道嗎 到了國中高中 什麼都能丟 真的什麼都能丟 我不知道怎麼去講 最近大學又丟了那個水壺 真的很抓狂 我在小學的時候很生氣 你為什麼一定要那麼脫線 什麼都能丟 你這種人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跟你生這樣 以後我老了我敢跟你出去嗎 你把我弄丟啊 我跟他講過了 以後我老了不跟他出去 我女兒敢跟我女兒出去嗎 也不行 我太太更不行 我們家四個 三個就有問題 這部機車絕對不能同時 有兩個女人出現 絕對出事 你知道嗎 他們完全沒有方向感 我兒子又那麼脫線 我老兒只好關在家裡 怎麼辦 真的很無言 我兒子又這麼脫線 他高中的時候 高二去新加坡校外教學 八天七夜 第一天回來 回到家 就跟他那個姐姐借那個國文課本 姐姐 國文課本可不可以借我一下 嗯 他就借他嘛 我在旁邊就問他說 你國文課本跑到哪裡去 欸 新加坡 國文課本也可以給我丟到新加坡 第三天 跟他借那個姐姐那個 借那個什麼 電子字典 欸剛才買一台元幾塊 姐姐 電子字典可不可以借我一下 我在旁邊我就知道完了 一萬塊大概就完了 我也沒有罵他啦 啊弟弟你的那個電子典 又跑到哪裡去啊 欸 哪裡去來 哪裡去 新加坡 有點創意可以嗎 他一定要丟在新加坡嗎 飛機上 太扯了 這種孩子 你如果不了解他的話 我告訴你 你們親子關係永遠會不好 你知道嗎 因為你不了解他 我裡面就寫說 人家那個什麼 裡面有一個是分析拖線的問題 你的孩子如果告訴你 牛頓你這麼拖線啊 你怎麼會回答 你會不會回答 看我的書你就知道會回答 牛頓你這麼拖線 牛頓他因為很努力 如果拖線和努力的事相比 你是可以拖線的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每天看電視 每天在那邊混 混和拖線 哪一個不要 不要嚴重 你沒有資格拖線啊 你沒有資格拖線 你沒有資格拖線 我兒子因為他很忙 所以說他有資格拖線 當我知道這種道理之後 我兒子拖線是正常的 他是正常的 而且很有道理 我容忍他的拖線 也鼓勵他的拖線 因為他不要讓他做真事 有一次他唸唸就唸他嘛 你如果要拖線怎麼樣 有了 建築道 回家就去唸 自己唸他 那是怎樣 疼Looking to that 他把我唸 你不知道我很忙嗎 我很忙你知道嗎 我是做大事業的 include 那種小事也叫我寄 如果今天牛頓 如果今天牛頓 連小事都要寄的話 他是牛頓嗎 不是 他講有沒有道理,有道理 對,所以說我在那邊站10分鐘讓他念 他講的對,老實講他講的對 所以說你和孩子之間不是你教他 有時候他會教你,老實講 有時候他在教你,但是我們有沒有那種胸襟 聽我們孩子講講話 所以那個媽媽就直接趴下去了 我說你厲害了,難怪你這樣沒辦法相處 所以我們家的相處模式為什麼那麼好的原因在這裡 你有沒有去聽孩子講話,你有沒有那個耐心 所以說你和孩子之間根本不是父子 不是母女,而是partner 你們是同一條船一起長大的 所以當你了解之後,你和孩子之間就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要花時間來了解你的孩子 第一步一定要怎麼樣,踏出去 絕對要踏出去 我告訴各位,我以前完全沒有教育觀念 但是我願意每一場講座 每一場講座我都去聽 在小學他們學校舉辦的講座 我每一場都去聽 只要有教育書的 我一定看,你知道嗎 我要看看人家的觀念在哪裡 有什麼可以我學的部分 一本書只要我學到一個部分 對我是好的,我就很高興你知道嗎 因為我本來是腦袋是沒有的 我學習到人家 適合我的,不要最好的 適合我的,我就覺得很高興 然後一二三四五 到現在我家,輸也是很多 老實講,輸很多 對我幫助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是這個樣子 那我自己本身沒有學歷 這一點我承認 但是跟各位講 我非常非常的努力 我真的是很努力 我在兩個孩子 我不讓他們去補習 我不要讓他們去補習 為什麼 因為補習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如果你要去補習的話 也不要補和學校一模一樣的課程 如果學校沒有的,你可以去補 我女兒那時候要考高中的時候 她要求要去補那個英文的新聞 新文的英文學校不會教對不對 所以她可以去補 可以去補 和學校不一樣的東西可以 和學校一樣的東西就不要跌床家屋 要不然你的孩子會沒有時間睡覺 你會知道說我兩個孩子的英文基礎 都是我打上來的喔 都是我教的喔 你不要以為說我好像很厲害 我告訴你 我英文只會兩句啦 一句是yes 第二句是no 我上次去佳樂湖 我遇到一個知音你知道嗎 她說你怎麼跟我一樣 我英文也會兩句 我說你會拿兩句 她說thank you和no cue 我在那個還沒有結婚之前 遇到一個中東的人士來店我 來我店買那個桶裝兩個小時 就給我買四十多萬 那時候景氣非常非常的好 我就覺得我很了不起 我賺很多錢 我好像覺得很了不起 你知道嗎 好 我怕有方不出 很了不起 也很聰明 就覺得說我不讀書才是對的 你知道嗎 我不讀書才是對的 很聰明 後來買完之後啊 買完之後她跟我講說她要去吃fishing 你知道嗎 可是我聽得懂我不懂她的意思 因為已經還給老師了太久了 我根本不讀書 不要說英文了 不要說英文了 fishing 十多分鐘搞不清楚 你知道嗎 後來她怎麼吃到那條fishing 來怎麼比 哦 我夠聰明耶 她就這樣 十多分鐘以後 她就這樣比fishing 我就帶她去吃蛇 fishing 誰告訴你這個是魚 我們家剛好有一條蛇街 從那天開始我告訴你 我發誓要把英文學好 你們看看我的DM裡面 我以前學英文是怎麼樣 是寫在這裡的 我是紅燈聽下來 我是背單字的 我為我自己 我英文放棄十多次 直到我的孩子上小一的時候 我發現我不能再放棄了 我真的是為了我兩個孩子的英文 我確定雜誌去聽那個大家說英語 真的是這樣 才開始有教育的那種理念 所以說你看要補習嘛 所以說很多很多不是只有補習 一本雜誌可以就你的聽理還有單字 等一下我也會跟各位帶 跟各位帶 所以說不是只有補習 你要了解你的孩子 他要有時間睡覺 不要說以後你的孩子還要去補習 我也是去樹林演講 兩個坐在火車上 兩個孩子在那邊講國中生 我昨天補習又補得好晚喔 十二點多才是睡覺啦 我今天上課 七節睡六節怎樣 另外哪一個就說 你另外一節老師教得很好對不對 很精彩對不對 不是 那一節體育課沒辦法睡 你要你的孩子是這樣嗎 我告訴你不要 你看看我的孩子 我女兒我寫第二本書的時候睡到雙下巴 睡到雙下巴 現在第三個下巴已經長出來了 為什麼他可以 為什麼他可以 因為我們有幫他規劃 有幫他規劃 然後一起合作 不要再說自己很忙 不要說自己很忙 你如果自己很忙的話 以後我告訴你 你會更忙 你會更忙 所以說時間一定要有規劃 每一個人都是很忙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說你怎麼去帶 那個時間 來看看我女兒 這是我女兒 你看看她多努力 她真的是很努力 她去日本 這是申請 日本交流協會 一紙公文過來 他們學家就派她出去選 然後真的去玩了八天七夜 她很高興 她真的很快樂 一路上 靠她自己的成就感這樣上來 我告訴你 那才是真正的快樂 認真的態度 沒有人相信她這個記性不好 你知道嗎 沒有人敢相信 真的 她真的一路這樣快樂上來 如果你還存有說 小孩子會痛就會痛 不會痛就不會痛 你的孩子就被你犧牲掉了 我女兒 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子帶她的話 我告訴你 她就是生氣 她就不會痛 真的 她就不會痛 她一路會非常非常辛苦 就是輸人家 但是那個腦力 記憶力就不行了 就已經輸人家一大劫了 可是她今天這麼快樂 她後來 後來保送中山女高 後來又上了 中國醫藥大學的藥學系 你看看 那我兒子咧 我兒子很聰明對不對 我告訴你 如果你們家有之優生的話 你不帶的話 就到一個定點而已 我家兒子我不理他 他一樣能考上建宗 可是他考不上建宗的科學班 他拿不到金牌 所以說你家的孩子 就設一個點就夠了嗎 絕對不夠 不行的你扶他一把 可以的你可以讓他更上一層樓 讓他發揮到極致 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快樂 那種成就感 我告訴你 那種孩子比你還要面子 你知道很愛面子 孩子很愛面子 實愛面子 比你大人還愛面子 我兒子自優生 從小學自優班 國中自優班 高中建宗的科學班 一路上這樣子很順上來 他是很順我很不順 他這樣子上來 壓力很大對不對 可是壓力很大 是他自己給自己的喔 你不要給他 國中的時候 每個人都認為他是一定是建宗的 我兒子也是非建宗不讀的 媽媽跟他講說 你不要說一定建宗不讀嘛 現在學校也可以嘛 要不然的話 我們就讀對面的那個社區高中嘛 沒有關係嘛 你壓力不要那麼大嘛 我怎麼講 你看不起我啊 媽媽就跟我講 我們不能看不起我們兒子 我們明天換個說法跟他講 我們要看得起他 第二天跟他兒子講 兒子 你都第一名 怎麼可能小小建宗考不上 不可能你建宗一定考得上 那麼好考啊 你的考好看啊 你今天要是這個孩子 的爹和娘 你會想要把他扒下去嗎 真的 那要把你扒下去 我怎麼講 怎麼不對 真的 我心裡的心裡 在想說 我們的考案 跟你們要試試看 催勝小 考完了 會找到算帳嗎 不會 他會感謝你 對他的什麼 體諒 這就是私憂孩子的代法 你知道嗎 體諒 我兒子要出國的之前 一天 一直把他媽媽放棄 在廁所 把他媽媽放棄 他媽媽怎麼說 他媽媽怎麼說 要出國比賽之前 你知道嗎 所以說只有的孩子 不是說青春期 青春期的孩子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 青春期的孩子 本來就是要用青春期的 那個做法去帶 不是說怪人家什麼青春期 那個青春期都是假的 那是因為你不會帶 說孩子青春期 怪孩子青春期 我家孩子為什麼沒有青春期 因為我們每天都有在溝通 我們體諒 這都沒有青春期 吵架一天就完了 誰錯誰道歉 沒有大小 我們家就是這樣 這都沒有青春期 有青春期 是因為你們有代工 你們沒有辦法 互相體諒 你們跟我媽媽也不瞭解 看他們那樣調皮 你怎麼那麼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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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這麼調皮 會罵他 因為不了解 新手爸媽真的不了解 對不對 我們小孩子很難 小學的時候 小孩子很難 小孩子很難 有一次放學回來 就指著他媽媽講說 媽你不要惹我 我現在青春期 她媽媽說你青春期 你娘更年期 要拼看看 我就是因為我都夾在中 我跟我太太講一句話 你娘應該也是這麼大 既然你那麼喜歡你先生 請你包容你先生 以前的過去 我以前就這樣長大了 要變成一個很優秀的孩子 我告訴你 他必須要有一段 就是這樣的過程 人家的媽媽跟我說 你看我兩個孩子 那個老大 就乖乖排 叫他怎麼樣 乖乖乖乖乖乖 第二的就是這樣 喔 我很壞乖 我青春期就把他打下去 我老大很乖 有得乖 我說媽媽 那不叫乖 那叫傻 你看你跟他想看看 他說對 好像有妹妹 事實上 有挑戰性的 我告訴你 他們都是這樣子上來 所以你要了解你的孩子 你不要怪孩子 他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原因 你看他長得多陽光 這是我女兒 我女兒 來 看看我兒子 我兒子是右邊這一個 有這個 為什麼孩子要有能力 他能力不是憑空來的 如果你讓你的孩子 憑空而來 讓他順其自然 他的成功率大概30%到50% 如果你願意花時間的話 你的孩子至少90%到100% 有一個爸爸 前兩天我到那個八斗去 八斗子去演講 一個爸爸說 我們都也好於快樂學習 我們都也跟他快樂學習 成年那個童年只有一次啊 我問他說那中年有幾次 他都不敢給他回答嗎 他們兩個孩子一個就很喜歡看那個 DVD 就是那個自動學習 一個就不看就不看 到後來他跟他問說 為什麼那個不看 一個會看 我說對啊 因為你讓他快樂學習 所以說你的成功率大概只有一半 50%沒有錯 你是順其自然 可是我不是 因為我有帶 所以我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沒有錯啊 他平衡也這麼糟 這是成功率的問題 因為你讓他順其自然 孩子你的能力啊 一定要讓他上來 我告訴各位 你的孩子到了國中 到了高中 到了大學 機會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多 但是你的孩子 有沒有辦法去承接 有沒有辦法 你怪誰 所以能力很重要 所以不要告訴我 不要一直在強調告訴我說 品格第一啦 品格最重要啦 功課不重要啦 有沒有矛盾 聽起來好像沒有對不對 這句話是完全的矛盾 如果你的孩子 品格非常好 功課又非常好 你要不要 當然要啊 為什麼只有品格好而已 為什麼只有品格好而已 為什麼連功課不一起好呢 所以說有時候講話 我告訴各位 講話不要只有聽表面 不能只有聽表面 這句話是完全錯誤的 我的孩子 品格好 功課又好 有什麼哪裡不對 我只有品格好就好了嗎 我比較貪心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力也好 我希望我的孩子 態度也好 習慣都好 樣樣好 道德能力 道德標準 能力什麼都好 哪裡不對 所以很多很多 必須要想一下 所以在孩子 我們在小時候 為什麼不讓孩子去 讀幼稚園的原因 就是我嫌他們太慢了 我嫌他們太慢了 我自己本身有一套 我自己本身有一套方法 為什麼要去讀幼稚園 我的孩子只要跟你們一樣而已嗎 我希望我的孩子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說我沒有讀幼稚園 為什麼沒有讀幼稚園 因為那時候被導賬倒了太多了 那時候賺很多 可是那時候真的被倒了很多 我連香港人都要倒我 真的 人家的水 進幼稚園 所以說那時候兩個 如果讀幼稚園2萬多 老實講我也付不起 那時候負債 我大概負債 8年還是10年 這段時間其實都在帶孩子 所以說你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什麼 我當我初出第一本書的時候 我孩子小學1年級 只有小學4年級的數學能力 所以我今天也要告訴各位 數學 你要數學學好的話 一定要有提前的 這個規劃 數學要有反除 確確實實的做完 你的數學會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說當我們進建中 我們進中山的時候 其實我們高中的數學已經run完了 有沒有事先睡覺 有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我們怎麼做的 那孩子要有能力 你看看他好像很高興的樣子 其實他那一天還很高興沒有錯 真的蠻高興的 為什麼高興 去領20萬當然很高興 對不對 我175啦 我兒子173啦 他有一個願望就是怎麼樣 比我高 所以他從小就打籃球 很困難打籃球 你知道嗎 可是 就差那麼一點點你知道嗎 很二萬 就很二萬 他從小就說我一定要比你高 沒機會啊 173 後來他也真正找到原因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他媽媽腿很短 因為他媽媽腿很短 號稱150 怪我 你眼光真的很不好 你為什麼娶一個不會英文腿又那麼短 我也蠻無奈的 就這樣 老實講 也是這樣啦 要不然他 老實講 不應該只有173啦 老實講 所以孩子一定要花時間 而不是說孩子不行 不是這樣 你現在花一點時間 等到長大 長大 他就有能力 去做他的事情 像我現在我兩個孩子 都是真的是全自動 真的是全自動 我兒子我出來的時候 他也去工作了 他自己去當家教 他也去當家教 所以很努力啦 他當家教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為了讓自己本身 頭腦的東西不要忘掉 他要成為他永遠的東西 永遠的東西 來 給各位看看我們小時候 來 我們雖然沒有去讀幼稚園 可是我們很努力 當沒有客人的時候 就把他帶到我身邊來 來 西藏是木香 西藏是胡椒 西藏是米白 西藏是米白 黃田是月光 西藏是地藏 西藏喔 西藏光 西藏光 西藏在五月 西藏是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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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emer機的汴 西藏是鍋 西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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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她很聰明 我們的嘎嘎起到要死了 還不聰明的孩子 所以妳要比她有耐心 妳如果沒有耐心戴的話 我告訴妳 妳就會認為說戴不起來就放棄了 不是這樣 她也許只差一次而已 但是很多我們因為年輕的時候就沒有耐心 那沒有耐心吃虧的是誰 就是孩子 就是蠻可惜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沒有去上幼稚園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一套 我不希望說那個進度是那麼慢 讀幼稚園上來只是和別人一樣 同理 我不要讓我的孩子去補習 也是希望說我的孩子不是只有和妳們一樣而已 我進去補習 為什麼我要等妳的進度 我可以往前 我為什麼要跟妳們 只是跟妳們一樣而已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要我們的孩子跟人家不一樣 妳在這裡圈圈 只是跟他們一樣而已 我不是說不能補習喔 沒有人家開補習班的嘛 沒有喔 沒有喔 補習很好 只要她適合的話 補習也很好 我只是說我們找適合 更適合孩子的方法 更適合孩子的方法 所以說孩子會讀就會讀 不會就不會 這句話是完全的錯誤 如果講這句話的人 絕對是沒有帶過孩子的 絕對沒有帶過孩子的 我大概下一本書或下一本書 我會提出反駁 為什麼 這句話是錯的 這句話是錯的 我當初 當初常跑三點半 因為那時候都缺錢 缺錢 缺錢不少 都是 但是喔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念 我店裡那邊的生意很好 我真的想留下來去賺錢 可是他也都叫我趕快走趕快走 把孩子帶出去 我們去學什麼 就學這邊 三字經啦 唱唱歌啦 音日語啦 一些童謠 就是以孩子為主喔 什麼事情 天塌下來就是以孩子為主 我那時候也是這樣 孩子去睡覺了 其他才是我的時間 所以我那時候大概孩子上小學的時間 我每天幾乎都是兩點才睡覺 很辛苦 可是我辛苦得很有成就感 你知道嗎 連睡覺都會笑 這種辛苦 我願意 我願意 放學之後 我們都會跟他講怎麼樣 你知道嗎 有沒有睡覺啊 在小學時間 甚至國中時間 一定要有午休的習慣 在學校 也許小朋友不願意睡 回來就讓他睡一下 所以說你不要問他 放學後 問他第一句話 問他 你快不快樂啊 你問他快樂幹什麼 很多教理說你快不快樂 有時候他們不會跟你講啊 對不對 你可以教他 以後放學回來 你要跟爸爸媽媽講說 第一句話要講說 爸我放學回來了 媽媽我回來了 你聽這句話就知道他在學校快不快樂嘛 對不對 他如果說媽媽我回來 你就知道他很快樂 你可以跟他分享 你今天怎麼樣 如果今天真的跟他講 媽媽我回來了 你就知道他不快樂嘛 你怎麼只有問單一的問題嘛 對不對 你問單一的問題 他會騙你 你問這樣的話 你聽他的口氣 他不會騙你 因為很自然 是他表現出來的 你就知道他快不快樂嘛 切點進去 所以我們回來不先寫功課 我們先聊天 吃點心喝水 才寫功課的 孩子才不會那麼累 所以為什麼我家的孩子 在學校發生什麼事情 我比他們學校還清楚 原因在這裡 原因在這裡 好 放學後先寫功課嗎 我告訴各位 老師一定跟你講 放學之後先寫功課 我個人認為這是不對的 想法 放學回來 如果先寫功課 你把功課先寫完之後 你的孩子完全沒有壓力了 之後再叫他去做課外的東西 他絕對不要 功課寫完 為什麼還要再寫 你告訴我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回來 其實比如說在國中的時候 我們兩個回到家 絕對不寫功課 功課絕對放在最後面 才會有壓力 你知道嗎 如果你功課寫完之後 連大人壓力都解除了 後面可做可不做 可是你功課放在最後面 你一定要做 回來要先做什麼 先做課外的東西 所以說我們回來 就先讓兩個孩子 先抽英文雜誌的單字 英文雜誌的單字 抽完之後我們才開飯了 才開完飯 利用吃飯的時間 先看大家說英語 所以我兩個孩子的聽力非常好 一本雜誌至少救了你的孩子的聽力 還有單字量 也就因為我們有這種動作 所以到國中要被單字嗎 不用 因為一直run一直run 每天單字都一樣 到了國中 轉換為空中語教室 那種單字是屬於高中的 又臭又長 我因為那是每天的工作和作息 所以說孩子因為分散了 不會那麼辛苦 頭先背的很辛苦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大概半年以後 他會運用自如 那個單字不是用背的 你孩子做久了之後 是用看的 用看的 然後一直run一直run 你孩子到高中要背單字嗎 不用 根本不用背單字 聽力好不好 非常好 聽力不是一個禮拜 聽兩天 我們那時候一個禮拜 聽六天 甚至我女兒 因為她頭腦比較 點點點 她甚至用MP3 錄起來 在公車上 在校車上 再聽一次 聽力很強 隨便考一考就A級 B級 C級 和F級 對不對 有四級 那為什麼沒有D 你知道嗎 因為D叫D級 不好聽 對不對 所以沒有D級 隨便考一考就A級 這不是去補習班 每個禮拜 聽兩次 聽力就好 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那是有配方的 聽力和國語一樣 你久沒有聽 那個沒有吃雞 就沒有了 就是我們到高中 要背單字嗎 沒有啊 也不用背單字啊 聽力也OK 都不用再花時間啊 有那麼難嗎 有那麼難 有那麼難 因為有人不願意做 我在國中的時候 那個會長就問我說 奇怪呢 你們家怎麼兩個都不用補習 成績都要這麼好 我們家 你們家 躺在萬華區呢 那個文化沙漠呢 十二個行政區之末呢 你躺在那裡 躺在萬華 你躺在萬華 你躺在萬華 萬華你中人喔 萬華 你去看看 萬華很有名 電視打開 殺人放火的 已經住萬華了 真的 那他住在中山去嘛 他就跟我講說 為什麼這樣 我花了大概一個多小時跟他講 我們怎麼做的 他跟我說 喔 屎爸爸 你們家有那麼恐怖呢 你們家吃個晚餐 都要看電視 有那麼恐怖 你們家有那麼恐怖 不是啊 你們家就是沒有恐怖 所以說成績單發下來 很恐怖 都紅的啦 你說的怎麼這麼重 我說沒有啦 我就說實話 屎時就是這樣啊 所以說他們 去補習就上不來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那是有原因的 所以說放學之後 先寫功課很好 但是你不寫功課更好 但是不寫功課不是去玩喔 去做課外的東西 因為孩子到了高中到大學 你會發現你的孩子 贏人家是贏課外的 而不是贏課內的 因為課內的是很基本的 大家也會贏 你沒有提前的動作 完全 你會輸人家一大截 所以說沒有那麼難啦 來 看看我那個 我家那個 特製的頭腦 我家那個姊姊啊 哎呀 一邊兩邊不行 三邊不行 四邊不行 第五邊我叫我兒子 咬咬咬咬 我兒子一邊就是咬咬 英文就是這樣 來看他怎麼咬咬咬 英文我當時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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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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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名字,The Firebird went to the mayor's office to the mayor's office, mayor's office and asked to get a E.D. for the money. The mayor did not hear his words. 至少沒有追求他的諾言 anywhere. 至少沒有追求他的諾言。 這是跟這個差兩個字一樣, 就像,There are no left in the east town, 差一個兩個字。 We do not see you anymore. 就把他倒出來。 後來我叫弟弟教他嘛, 那弟弟教他就這樣子慢慢的上來, 他說情人捕捉真的沒有錯, 只是你願不願意花那個時間, 那個用心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到現在為止你看看, 他雖然記憶力不好, 可是他願意努力。 他大大起來還領了獎學金, 第一個學期第一名, 第二學期第二名, 總共領了一萬三千塊回來, 因為他很認真, 他昨天又回到台北, 吼,爸好高興,好高興喔, 吼,我一顆又一百塊六分了。 他說這次書卷獎又沒問題了。 他是很認真耶,真的很認真耶, 有時候你看了都會感動, 那為什麼他那麼認真? 就是因為你的態度, 你一直在教他道理, 他願意做嘛, 你不用逼他,感動他, 他自己願意做。 只要你的孩子甘願做的話, 我告訴你, 他做得比你想像還好,感動,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不只要鼓勵,鼓勵沒有用。 所以那時候停課的時候, 只有我家不擔心, 因為我們家裡都有自己在學習, 你知道嗎? 停越久, 對我們越有力, 就好像現在十二年國教一樣, 大家很亂很亂對不對? 我告訴你, 亂是亂到沒有規劃的人, 對我們家都一點影響都沒有, 完全沒有, 基本的你一定要上來, 當你基本上來之後, 我告訴你, 升學的管道非常非常的多, 不是只有在那些框框, 那個管道, 受制於人, 你要自己本身, 本身要走出自己的路嘛, 走出自己的路嘛, 我女兒高中也不用考啊, 我兒子高, 那個大學也不用考啊, 我兒子大學也是保送的啊, 保送台大的物理系啊, 不用考啊, 你還在框框, 你受那個框框的話, 你就被他限制住了, 你要走出你孩子適合的路, 適合的路, 好, 你小學的時間不要睡太多, 但是國中不要睡太少, 要有一個平均的觀念, 有的父母讓你的孩子在小學都睡四個小時, 九點就開始睡, 可是你睡太多你是害了他, 因為他到國中沒有辦法睡, 除非你不在意他的分數, 可是很多媽媽, 我接到很多的讀者, 她在小學是不介意他的分數, 可是國中, 現實問題來了, 又不得不介意, 所以說馬上又去補習, 一補習馬上就完了, 因為整個作型整個都亂掉了, 很可惜, 很可惜, 你如果把時間做有效的運用, 其實我們孩子可以學得非常好, 孩子為什麼不喜歡讀書, 因為沒有成就感, 如果你的孩子在小學時間都是九十一百, 都是前幾名的, 我告訴各位, 你的孩子非常非常的愛讀書, 非常非常的愛讀書, 那是成就感, 包括大人也是愛面子, 他們孩子更愛面子喔, 更愛面子喔, 我講到這個長中短程不補習法, 這個是我十多年來, 我自己自創的一個, 獨到的方法, 我也帶過很多的孩子, 我也教過很多的爸爸媽媽, 願意做孩子的分數很簡單, 馬上就飆上去, 我要告訴各位喔, 一個觀念, 分數是最簡單的, 最容易滿分的是數學, 就這麼簡單, 因為數學就是那邊, 就是這個框框, 它沒有課外題, 其他的有課外題, 數學你要是做了順手以後, 常常, 常常一擺的就是你家的孩子, 我說裡面, 都有教你們, 長中短程不補習法, 長程的數學怎麼做, 長程的英文怎麼做, 長程的國文怎麼做, 短程的怎麼做, 中程的怎麼做, 寫得一清二楚, 你只要學會了以後, 你的孩子分數是最容易的, 根本連補習都不要, 怎麼叫做長程, 長程就是小學, 我剛剛講過, 我們不用讀幼稚園對不對, 但是我們有做規劃, 我們不是玩掉, 我們是有做這個有效的學習和規劃, 在這個小學, 甚至小學之前的三年級, 我們注重三科, 國音術, 這很自然對不對, 國文就是閱讀, 你每天要排閱讀, 讓他有書讓他看, 有書讓他看, 每天半小時也OK, 包括漫畫我也接受, 包括興趣的沒有興趣的就是這樣, 每天讓他看二十頁也可以, 就是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閱讀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沒有閱讀的習慣, 到國中到高中, 題目他也許會看不懂, 那就很可惜喔, 所以說國文當然很重要, 那英文到了大概, 你基礎一定上來嘛對不對, 我甚至買那個DVD, 那個音標, 我不是只有那個自然發音教他, 我還教他音標, 我自己先學一遍, 然後再教他英文, 到了小學三年級, 一定要訂雜誌, 每天每天晚飯之前, 一定要怎麼樣, 抽單字, 那是一種習慣, 然後再聽英文, 那個聽力, 英文如果你聽力不好的話, 你英文就不要學了, 因為學不好也沒有用, 那個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一本雜誌可以救了你孩子的單字量, 還有他的聽力, 文法等到國中, 你可以靠DVD, 或者是參考書每一張每一張的章節, 寫平良就上來了, 你的英文就可以上來了, 那數學呢, 數學更容易了, 數學你可以去找方間, 有階梯的, 有那個年級上來的, 慢慢的寫上來, 一定要實際的算, 絕對要算, 每天算個半個小時也OK, 按照年級上來, 所以說我們, 你如果在小學, 一年其實一年是夠, 可是到高中你絕對不夠, 所以為什麼要提前的原因, 為什麼要提前二到三個學年的原因, 因為數學必須要反除, 當你的孩子有提前的能力, 當他是提前的年級的時候, 他會發現太簡單了, 你的孩子已經會懲罰了, 他往回看, 學一加一, 這有夠簡單, 那信心整個都上來了, 當他分數很好的時候, 我告訴你, 他對讀書這件事情, 會更喜歡, 會更喜歡,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找教材, 你也可以按照我書上的教材去走, 那也OK, 數學非常非常的強, 太簡單, 不難, 你做確實, 長城, 長城在國中, 在國小可以, 因為有時間, 可是到了國中呢, 國中小六升國一的那一個暑假, 一定要把兩顆做完, 哪兩顆, 很多人暑假就覺得happy了對不對, 哪兩顆, 理科, 一顆是數學, 一顆是健康, 因為沒有理化嘛對不對, 生物啦, 數學和生物啦, 那國二呢, 國二是屬於數學, 還有理化, 暑假很長, 絕對做得完, 一本長好書, 那兩本給我寫完, 不會的問老師, 或打電話, 後面絕對有電話讓你問, 你的孩子絕對會跟你講說, 老師又沒有教, 我怎麼會寫, 我書上也有教你用DVD, 很多人問我說, 你們看什麼, 好吧, 那我就寫在書上, 讓你們知道嘛, 我們看什麼嘛, 對不對, 因為老師也教得不錯嘛, 我就告訴你嘛, 我女兒曾經是早上看一片, 下午看一片DVD, 曾經全二年級只有一個人一百, 就是我女兒, 她那種頭腦的, 東西就在那邊, 只要你願意努力的話, 我告訴你, 非常非常簡單, DVD, 比補習還便宜啦, 你如果兩個孩子的話, 還可以分攤嘛, 你甚至可以和這群人一起買嘛, 你買數學, 我買理畫嘛, 大家交換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定要, 這個部分啦, 一定要上來, 好, DVD也可以幫助我們學習, 中程就完了, 對不對, 國中, 我女兒到了高中, 她還做中程喔, 一本長考書寫完, 那如果說你要等到, 開學之後才寫, 你會沒有時間睡覺, 你也沒有時間寫, 因為會排級啦, 這就是我女兒, 為什麼有時間睡覺的原因, 那為什麼要先寫理科, 因為理科不容易忘記, 他是屬於長城的記憶, 只要上學, 開學之後, 老師再上, 機就回來了, 也就是那個預習,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國中範圍多嘛, 對不對, 你如果不先做, 不先跑, 你根本跑不完, 那你又排級了, 你功課怎麼會好, 你怎麼會睡得好, 完全沒有, 你會亂掉, 那我們是有計劃這樣子提前, 所以說沒有亂掉, 一步一步這樣子來, 到現在為止, 我兩個孩子還在做沖繩, 大學囉,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 他們知道說, 成績怎麼樣才能拉上來, 我女兒的長老懷孕, 好, 八號, 親菜課了一百號, 這邊書建成又沒問題了, 你看他多快樂, 那種頭腦的人, 他們搬很多自憂的孩子, 可是他讀書方法不對, 就是沒有辦法, 好,再來短程, 你到國中了對不對, 剩下三科而已, 禮拜六, 禮拜天, 就把這三科國文, 社會還有英文的參考書寫完, 不難, 你只要沒有什麼活動, 或者是去補寫的話, 這三科絕對能寫完, 不會怎麼辦, 後面絕對有電話讓你問, 出版社他們出的題目, 絕對有讓你問, 絕對有, 每一本都有, 如果他還不滿意的話, 就打電, 那個上課的時候啊, 問老師, 你要問老師, 老師會告訴你, 這個老師教你老師, 他沒有熱忱, 不想告訴你, 沒有關係, 我教我的孩子去問別的老師, 他會不好意思, 我說沒有關係, 你偷偷去問, 就這樣, 要不然就問同學, 你一定要讓他去問, 然後叫你的孩子回來教你, 不然你的孩子通常不會去問, 我們是把每一個問題, 叫孩子每一個問題, 都要融會貫通, 當他融會貫通, 什麼都會的, 我告訴你, 他怎麼出, 就是那些啦, 不難啦, 所以這不是補不習的方法, 而是你的方式有沒有問題, 再來, 剛才講那個短程嘛, 就是那一個開完學, 開學之前的前兩天, 寒暑假的前兩天為第一週, 前兩天為第一週, 第一週, 短程就是小學, 國中高中都可以做, 也就是預習的動作, 第一週, 前兩天第一週寫第一課, 第二週寫第二課, 第三週寫第四課, 第三週第三課, 很好分, 你不要管老師教什麼, 不要, 你就做你的動作就好了, 我要讓你的孩子, 要有自習的習慣, 那個習慣, 不要告訴我說, 老師沒有教, 我怎麼不會, 我告訴你, 你的孩子絕對有那個能力, 老師還沒有教, 你只要看前面的那些註解, 你就可以寫了, 你要讓孩子學會思考, 不要讓老師一直在教你教你, 這樣叫填牙, 他已經學不會思考, 所以我要讓我孩子有自學的能力, 一看就寫, 看就寫, 思考問, 就這樣, 再來咧, 還有一點喔, 聯絡部, 月考的時候, 老師聯絡部, 到最後一定說, 明天要考數學第幾課, 國文第幾課, 很簡單, 把評量丟給他, 剛才是參考書, 前面有註解有解釋, 那叫參考書自修, 只有題目的, 那叫評量, 你就把評量, 比如說明天要考國文第一課, 你就把國文第一課丟給他, 叫他馬上寫, 你只要做短程, 那一課大概十五分鐘, 十分鐘十五分鐘就寫完了, 就是一本參考書, 一本評量, 我告訴你, 就是從小學到高中, 就這樣, 我女兒那種頭腦, 她拿三座的市長獎, 三座的群群獎, 有那麼難嗎? 我告訴你, 真的不難, 只要你願意做, 不是補不補學的問題, 而是你的方法有沒有問題, 所以說我告訴各位, 讀書是有方法的, 讀書絕對有方法, 你如果要說我讀書, 我讀書就沒辦法了, 這個感謝函, 是一個媽媽中立, 住在中立的一個媽媽, 那是大概兩年前的事情, 這個媽媽是北一女畢業的, 她很認真在教孩子, 可是她女兒大概都考八十幾分, 八十幾名到一百多名校牌, 九百多個, 她很不滿意啊, 她說奇怪咧, 我以前隨便考就北女啊, 為什麼? 我女兒是這個樣子, 她沒有辦法去接受, 你知道嗎? 沒有辦法去接受, 後來她買到我整套書, 學到我們整套的方法, 後來又跟我們聯絡, 又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開課, 她又上我六小時的課, 你知道嗎? 我們把她的整個, 整個那個讀書計畫整個翻轉, 她長城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要她從中城開始做, 那因為已經開學了來不及了, 所以說她就是從另外一個的那個, 那個暑假開始做, 她做了十個月, 她們班有一個永遠的第一名, 打不敗就打不敗, 每次第一名就是她, 她做了十個月以後, 她發這個喊給我, 給我感謝, 她說我們不只打敗這個永遠的第一名, 校牌第一, 你知道嗎? 她本來怎麼做都上不來就上不來, 那是因為她的學習方式是錯誤的, 學習方式錯誤的話, 你會有排擠, 你功課會有排擠, 但是當你先把它做上來之後, 你會發現做其他的很簡單, 而且你可以睡飽飽, 第二天可以專心地睡覺, 你先預期之後, 老師在講什麼你都聽得懂, 你的孩子自信就上來, 他們本來感情是很不好的, 因為提到成績, 脾氣就上來, 後來他們感情非常的好, 她告訴我, 我們現在感情好好的, 當然好啊, 你分數那麼好, 你當然對她好啊, 因為大人也很現實啊, 你的孩子成績那麼好, 校牌第一名, 我告訴你, 你到學校你走路都有風, 你當然對你女兒好啊, 她跟我講說, 我們現在感情好好喔, 都不會吵架了, 人本來就這樣嘛, 對不對, 人本來就是現實嘛, 對不對, 本來就是愛面子, 真的是這樣啊, 我以前我孩子都第一名, 我跟他感情也好好啊, 對不對, 都是這樣嘛, 會優待嘛, 但是我們對品格絕對不優待, 所以長中短, 我告訴你,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我也曾經帶過一個, 一個那個雙胞胎, 那個雙胞胎小六, 在巴德國小, 那兩個孩子也是, 讀書方法齁, 不是那麼有效率啦, 那後來也是這樣, 我教他, 從短程開始做, 你知道嗎, 從短程開始做, 齁, 做了大概一個月, 他母親就打電話來了, 好, 很恐怖, 那老師齁, 社會老師這樣哭氣, 起到會大, 千萬不要考那麼爛, 衝考啦, 又衝考, 我們那兩個要衝考嗎, 那兩個, 只有他們兩個考一百分, 為什麼, 他們已經先預習了, 你知道嗎, 所以預習這個動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 這是我所謂的短程, 所以說讀書是有方法, 那也許很多人跟我講說, 唉唷, 萬一長大啦, 那個萬一啦, 你的孩子都會了對不對, 會不會睡覺, 會對不對, 我就問這個媽媽, 她問我說, 會了都會睡覺怎麼辦, 所以說我就不要讓她提前, 我問這個媽媽, 媽媽, 那請問一下, 你寧願你的孩子是會了睡, 還是不會了睡, 當然會了睡啦, 對不對, 很多不會的在睡, 我兒子就睡了六年了, 怎樣, 老師都給她倒啦, 喔你們兒子, 老師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只能道歉, 所以我道歉了六年, 到了國中, 全校只有兩個人數學是免休的, 就是我們家那兩個, 不用睡了, 他們到圖書館去讀課外的東西, 不用睡了, 所以說有時候, 你不能只看表面的東西, 你要看遠一點, 你要看遠一點, 有時候老師不瞭解我們, 我們只有道歉, 因為解釋不清, 老師是看整體, 他是看整體, 那也接受,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是父母, 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更好, 更有競爭力, 所以說寧願你孩子, 會的水, 還有分享自己的香水, 你認為你孩子功課很好就好了嗎, 你品格有沒有帶, 我們從小學就這樣子喔, 我規定我兩個孩子, 只要同學喔, 只要同學問你問題, 你一定要負責給我交道會, 這是我小小的要求, 我兩個孩子也照做, 對他們人緣非常的好, 就是你告訴我, 你孩子人緣不好, 那請問是誰的問題, 那就自己想一想, 我兩個孩子從小, 從小學到現在大學, 人緣非常的好, 嚇死人, 真的, 還好我兒子是蠻正派的, 要不然不知道多少女孩子喔, 死在他, 沒事, 真的, 真的是這樣, 他人緣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是這個樣子, 有一天我女兒, 回來跟我講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幫助他, 老實講, 都是我在幫他弄這個功課, 很主動這樣, 他也很配合我, 就是說他們小學, 國中成績就很好, 甚至到了高中, 成績都保持到一定的水準, 也能夠教人家, 有一次國中回來, 他就跟我講說, 好吧, 我數學算是很不錯了, 很好了, 可是我, 我聽你的話啊, 我教同學啊, 可是我數學教他, 教到蘇人家耶, 老爸, 怎麼辦, 你女兒這樣跟你講, 你怎麼跟他講, 你跟他講說不要教他嗎, 我怎麼跟我女兒講, 有一個媽媽跟我講說, 以後我們不要, 教他就好了嘛, 可是我不會這樣子教啊, 對不對, 對, 我怎麼跟他講, 因為我女兒是很難過的, 我就安慰他, 沒有關係啊, 你分數輸人家, 可是你的胸襟啊, 還是全班第一, 為什麼, 因為你做這種事情, 連我們大人都做不到, 但是你卻做到了, 吼, 我女兒都很開心, 很開心, 你知道嗎, 這麼開心, 第二天繼續讓人家排隊, 連隔壁班的都來排, 他人運怎麼會不好, 你看看喔, 這種孩子, 下大雨喔, 下雨, 他的雨意是, 雨衣喔, 下大雨, 不清呢, 裡面有一件雨衣, 清病雨衣, 居然下雨, 我騎摩托車在那邊等他, 他給我淋不下來, 你知道嗎, 我抓抓抓狂, 那個酸雨會禿頭呢, 你還沒有嫁呢, 我禿頭還沒有關係, 我騙到一個了, 為什麼不穿雨衣, 借同學了, 為什麼不穿雨衣, 借同學了, 他跟我講說, 爸, 我同學, 大腳的, 他沒有穿雨衣, 他會全身軟, 沾到全身軟, 沾到全身軟, 但是我知道, 在機車裡面, 有幽默的錢, 我沾沾這段, 但是他沾很大, 全身軟, 所以我沾沾, 我就照他了, 我本來要罵他, 你知道嗎, 結果想想的, 我根本沒有資格罵他, 當我知道真相之後,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我以後, 我根本沒有資格罵我女兒, 我從此不罵他, 因為他做得比我還好, 你看看嘛, 你的孩子要教嗎, 這種細節不用教, 可是他知道你在做什麼, 他會學你嘛, 他好的會學, 可是壞的也會學啊, 就這麼簡單嘛, 為什麼我的話他們願意聽, 就在這裡, 我的孩子到了現在, 到大學還在教人家, 真的教到輸人家, 上次我跟一個爸爸問說, 爸爸, 你女兒, 教書, 教人, 教書, 教到輸人, 分數輸人家, 你怎麼講, 他怎麼跟我說, 我們家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全班沒有人敢問我女兒, 我說你女兒凶喔, 你女兒這麼凶喔, 不是, 我女兒每次都考倒數第二名, 誰敢問他, 爸爸不好意思, 挖到你的床吧, 不好意思, 所以說你看看孩子, 你看看, 你一定要戴, 這就是他們的品格, 你知道嗎, 那種品格, 你會看得很感動的啦, 很少有這種孩子, 善良, 真誠, 看我就知道, 因為他爸爸是我, 你知道嗎, 我兒子更恐怖, 我兒子有一次, 國中三年級的時候, 每個人都想問他, 下課喔, 大概只有五分鐘, 十分鐘了, 我在那邊當輪職的家長, 下課了, 我在那邊看到, 我兒子的座位, 不誇張, 是三排, 你知道嗎, 三圈喔, 三圈在等他討論數學問題, 因為我兒子的數學邏輯很強, 等著問他, 他一教就會, 他很會教, 很會教, 因為長期以來, 他都在教同學, 所以他有一套邏輯, 會教, 很會教, 想不到這個動作啊, 卻未來, 為他喔, 為他, 加分, 家教的媽媽, 甚至給他加薪, 因為他也會教了, 他現在教一個建宗的三年級, 本來數學都三十幾分了, 這次考七十分, 兩百而已, 七十分, 沒有, 煩到要死, 這就是能力, 不要說, 喔, 我幫你加, 怎麼樣, 我告訴你, 那些能力都是慢慢的累積的, 這就是好心, 真的是有好報的原因在這裡, 你不要以為說, 我好像我開放我家的電話, 每天這樣很吵, 是很吵, 可是你們不知道說, 我們得到多少, 你知道嗎, 得到多少, 靈感和經驗, 就是不要想到, 只有你好處你才要做, 不要這樣, 有時候稍微吃一點虧, 真的是站平, 站平, 我兒子真的是三圈, 每個人都要問他, 真的每個人都想問他, 有個女生這樣擠, 擠不進去, 你們這死男生, 都是死男生在那邊擠不進去, 這女生是他同學, 那也很好學, 要問我兒子啊, 你知道嗎, 通常都問第一名的, 他不會去問第二名的, 人都是這樣, 這女同學就在那個校門口, 就等我, 讀我那個兒子, 讀我兒子喔, 很聰明喔, 然後看到我兒子, 習同學,習同學, 什麼事, 人家也想問, 我可不可以包你一天, 我兒子嚇死了, 真的他人緣非常好, 我兩個孩子本來人緣就非常好, 那他為什麼人緣好, 一定有原因啦, 一定有原因, 所以說我告訴你, 我兩個孩子非常非常的陽光, 陽光還有正向, 這就是我們要的孩子, 一站出來他就和別人不一樣, 一站出來, 我們要的孩子就這樣, 我們的孩子站出來不要跟別人一樣, 一站出來就是不一樣, 為什麼同樣的計程車, 我要坐你的車, 因為你的車比較大, 同樣的錢, 我一定選比較大, 比較新, 對不對, 有按摩椅的, 有卡拉OK的, 至少他很有禮貌, 要不然現在我長得很帥的, 一定有原因嘛對不對, 為什麼要選, 同樣的, 你的孩子和別人, 人家為什麼要選你, 你的孩子, 你要有東西讓人家看到, 甘願, 老闆啦, 出錢就錢, 甚至你的孩子必須要有能力, FIRE老闆, 不是老闆FIRE你喔, 請記住, 你要有能力, FIRE老闆, 因為老闆必須要靠你吃飯, 當你的孩子, 是這種, 有這種能力的時候, 你的孩子還會22K嗎? 還會15K嗎? 至少多一個零, 至少多一個零, 所以說孩子能力,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差在哪裡? 差在他的能力, 你看看, 這是我女兒, 我家那一個, 國中的成績啦, 我們來看看, 她數學喔, 因為我女兒規定, 規定各位只能看數學, 其他不能看, 來, 數學98點多, 99, 99.4, 96.97, 96.17, 國中五個學期總平均97.97, 在學校是1%, 9下因為比較容易, 所以說幾乎每一張回來都是100, 所以說她國中數學的總平均至少98點多, 在小學的時間, 數學總平均是99, 有那麼難嗎? 因為數學就是那些, 她很認真在做, 她很認真在做, 結果很多補習的也比不上, 也比不上, 這是很確實的在做, 來,看看她中三女高的成績, 很多孩子在了國中, 國小都第一名, 到了高中就摔下來, 對不對? 我家孩子有沒有摔? 來,看看, 數學86, 93, 93, 91, 四個學期總平均90.75, 在學校900多名還是1%, 她沒有掉下來, 為什麼她沒有掉下來? 因為她有持續在做, 持續在做中層, 你知道嗎? 很多孩子是沒有辦法有時間去做中層的, 那她因為她願意做, 所以說她數學就沒有掉下來, 她寒暑就是把整本的數學寫完, 因為高中時間會排擠, 沒有時間, 但是她願意做, 她願意做, 她別人還沒做, 別人還在玩的時間, 她就先做了, 所以說她還是很, 你看她的數學還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所以說讀書是有方法的, 讀書真的是有方法的, 不要說我的孩子比較笨啊, 我孩子怎麼樣, 我告訴各位, 那都是藉口, 真的都是藉口, 不要說我們孩子很笨啊, 其實到底是笨學生, 還是懶父母, 真的是這個樣子, 不要, 不要怪孩子啦, 真的不要怪孩子, 所以人家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真的是這樣, 機會準備留給好的人, 我女兒就跟我講說, 爸你看, 其實這句話是在講我的呢, 為什麼, 你看看, 我高中根本不用考, 就有學校搶著要我呢, 好, 你知道嗎, 搶著要我呢, 機會, 就是留給我的嘛, 因為我平常都準備嘛, 對不對, 有一次我寫書的時候, 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啊你也是一篇作文, 我寫的第二本主的, 放在那裡, 我沒有說, 好,不行, 你去旁邊, 比旁邊更長, 我很久沒寫作文, 我還要寫, 喔, 我還要聽說, 我就說, 啊你怎麼這麼無效啦, 你人不學歷的人, 比學歷比到嫁的人, 就寫幾個本主, 你學歷比我館幾年, 連作文就不寫, 你怎麼這麼無效啦, 他很委屈的, 他說,啊我就是無效, 不在嫁禮啊, 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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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 我們提早做準備, 齁, 提早做準備, 才有餘力, 才有其他的時間, 去做其他的東西, 先準備上來, 齁, 所以說, 啊, 也不要說你不會喔, 齁, 很多人說我不會教, 我告訴你, 不要講說不會, 在小學這個階段, 很多都是非常容易的, 到國中我也不會教了, 可是在小學這個期間, 我如果帶短程的話, 我會先把它消化一遍, 因為小學很簡單, 不會了, 我會去問, 打電話去出版社去問, 有時候這個題目不會, 我甚至去買什麼, 買那個錄音筆, 我問他, 我就把它錄起來, 然後回來給我女兒聽, 我女兒聽了, 喔, 原來如此, 就會了, 如果再不會的話, 我會叫他去問老師, 是這樣, 融會貫通, 把它融會貫通之後, 我告訴你, 考試怎麼考, 就是這樣, 還是分數不好, 一定是有個某個點啊, 那個環節出問題, 所以說他不懂, 他不懂, 所以說啊, 不要說你不會了, 國中這個階段, 你一定要把, 國小這個階段, 你一定要帶上來, 你教他沒有問題, 如果你不會去問人家, 到了國中, 我也不會教了, 但是我必須要教他方法, 我一定要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做到會, 一定要問到會的人, 你也必須幫他找一個, 讓他會問, 能問的人, 能問的人, 所以不要講說你不會, 其實那都是藉口, 那什麼叫三層肉教學法, 很多爸爸媽媽讓他的孩子啊, 這個階段就是, 這個上午你就去學功課就對了, 這是錯的, 這個階段就是你就是玩就對了, 不是這樣, 孩子在小的時候沒有那麼聽話, 所以說你要學, 玩, 學, 玩, 前後效應很重要喔, 因為同樣做一件事情, 到最後會沒有力了, 沒有精神了, 所以說要讓他有什麼, 期待, 有期待, 學, 比如說半個小時, 讓你玩一個十分鐘, 半個小時十分鐘, 是這樣子, 這樣大人會比較累, 可是孩子的學習方式啊, 他的效果會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有期待, 很多人跟我講說, 要不要跟他們打電動, 我不要讓他們打電動, 不然的話會浪費時間, 有的人是跟他打很多對不對, 也不對, 所以說他們是沒有講好, 我們從小學開始, 我們就已經講好了, 每天半個小時, 這半個小時, 你要看卡通也OK, 你要打電動也OK, 你要做什麼事都OK, 你這次今天考得很好, 這次月考考得很好對不對, 好,我給你加個十分鐘那OK, 對不對, 我給你加個十分鐘, 我最近又帶了一個孩子, 也是國二, 讀私立的功課蠻重的, 每天一回來就是看電視, 哇, 一看就兩個小時, 每天十二點多, 才睡覺,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媽媽也不知道說怎麼去規劃, 後來我跟這個孩子談了一下, 我說我們幫助, 你把成績整個帶上來, 然後你可不可以跟我配合一下, 整個規劃把它帶上來, 然後講到這個孩子, 他自己本身甘願回到家, 我只要求他一件事情, 不要馬上開電視, 但是我每天會半個小時給你, 讓你做你要的事情, 你如果考得好, 我會叫媽媽, 給你加個五分鐘十分鐘, 好不好, 約法三章, 後來兩個禮拜以後, 奇蹟出現了, 這個孩子, 我是要求他數學八十分, 我們以八十分為主就好, 因為他以前都考四十二分, 有沒有從來沒有考過幾個啊, 他那一週只做短程喔, 回來沒有馬上看電視, 按照我們這樣子做, 兩個禮拜之後他媽媽, 我們跟他通聽話, 他媽媽跟我講說, 齊老師你知道我要考幾分嗎, 我幾分, 95, 95, 好感動的呢, 95分, 我要他八十分不可能, 他給我考95分, 他沒有看, 回來沒有馬上看電視, 然後就跟他媽媽記者說, 媽媽你要給我加分喔, 你看看一千兩個小時喔, 現在加個五分十分, 他高興的要命, 所以帶孩子, 你要有方法, 要有方法, 怎麼去跟他帶, 跟他談心啦, 你知道嗎, 談心非常重要, 怎麼去感動他嘛, 我告訴你孩子其實齁, 他也希望他的分數能上來, 他是因為沒有希望, 所以他不想做, 你讓他看到希望之後, 我告訴你他比你更想做, 當他願意甘願的時候, 我告訴你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你不用給他壓力, 讓他自己給自己壓力, 所以說你紓壓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幫孩子紓壓, 因為孩子有時候會有情緒, 會有情緒, 那你怎麼去跟他談, 很多很多必須要有你耐心的地方, 你如果沒有耐心的話, 孩子就很可惜喔, 本來孩子可以很優秀, 每一個孩子都很優秀, 我告訴你真的是這樣, 只是背後的大人是不一樣而已, 那因為大人不一樣, 所以說孩子才會不一樣, 好, 和資質, 請記住一句話, 和資質沒有關係, 真的, 資質不好的, 有資質不好好的做法, 再來深教非常非常的重要, 跟各位報告, 我在還沒有結婚之前, 在還沒有孩子之前, 我很多話我也敢講, 很多事情我也敢做, 沒有什麼道德標準可言, 反正大家都這樣做, 可是當我孩子, 有孩子之後, 我必須要考慮到我孩子的問題, 我說什麼話, 他們會學, 對不對, 他們會做, 所以說我改掉很多很多, 不能講的話, 所以我很感謝我兩個孩子, 我為他們改很多, 這就是深教, 為什麼我講的話他們願意聽, 如果你的深教不行, 你的孩子根本不聽你的話, 因為你比我還更糟糕, 他不服氣, 不服氣, 有一次, 我去那個, 楊明山, 楊明山, 你看看, 這個胖虎, 我們以前啊, 去那個胖虎, 胖虎的媽媽, 打孩子對不對, 打孩子, 他有在教啊, 可是胖虎他還是打人啊, 所以說他有教, 可是他的方式是不對的, 所以說他的胖虎永遠都戴不好, 我是這樣教嗎, 我不是這樣教耶, 其實你要讓孩子看見你在做什麼, 他會學嘛, 他會學嘛, 他為什麼戴不好, 就是因為他的方式是錯誤的, 方式是錯誤的, 我帶孩子就不是這樣子戴, 有一次我們去楊明山, 我騎摩托車去到總站, 去等公車, 那一次很急, 非常非常急, 紅燈了, 我就闖過去, 我想說趕時間沒有關係, 可是不小心那個警察就出來了,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我怎麼那麼倒楣啦, 趕時間啊, 警察給我攔下來, 那警察沒有馬上開單, 他就跟我講說, 爸爸, 你為什麼做這種事情, 你沒有看到你兒子坐在你後面嗎, 你做這種錯誤的示範, 你還給我哼喔, 不是你喔, 你假裝是我嗎, 對不對, 我就覺得很丟臉啊, 對不對, 因為我很久沒有被罵, 你知道嗎, 除了我爸敢罵我以外, 也沒人敢罵我, 我那天被那個警察罵得很, 很鋼呼啊, 好, 那我怎麼辦, 我只能道歉啊, 我跟警察先生說, 警察先生對不起, 我錯了, 我以後絕對不闖紅燈, 等到下一個紅燈, 我就不敢闖, 我就緊急煞車了, 你知道嗎, 我就緊急煞車了, 現在換我那個五歲的兒子, 就問我啊, 你剛剛為什麼要闖紅燈, 我就覺得很丟臉, 你知道嗎, 我五歲的兒子會質疑我, 我怎麼辦, 我告訴你, 我只能道歉, 我跟我兒子說兒子對不起, 爸爸錯了, 爸爸跟你保證, 以後絕不闖紅燈, 從此以後啊, 我兒子只要坐到後面, 我就不闖紅燈, 身價很重要, 我現在已經保持到, 連黃燈都不闖的人啊, 你們不要懷疑我, 你們心裡一定在想說, 你載你兒一定闖紅燈啊, 不會, 我告訴你, 那慢慢會改過來, 慢慢會過來, 我真的是為我兩個孩子去改, 你知道嗎, 這是孩子的力量, 也就是教育的力量, 教育的力量, 就好像, 這個新聞也是鬧得很大, 你看看, 老翁出讓不外做, 親大生反規權, 因為他不讓做, 所以呢, 那個老翁就很生氣嘛, 兩個就口角嘛, 對不對, 為什麼15歲的孩子, 大學生又是名校, 他不會讓做, 這是孩子的錯嗎, 老實講我不認為耶, 有沒有人教他, 背後的爸爸媽媽有沒有教, 我不知道, 可是他真的是沒有做到, 因為事情怎麼樣, 我們也不曉得, 只是說從表面看來, 你沒有讓做是事實, 為什麼他15歲, 不會讓做, 我告訴各位, 我兒子5歲就會讓做了, 5歲, 5歲, 我帶他去陽明山, 我們去等公車, 那一趟路大概一個小時, 我們從前門進去, 我兒子很懂事, 拉著我的手, 從前門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後門來, 我兒子, 你兒子, 你兒子很懂事耶, 你知道說不要擋在前面, 讓人家不好過耶, 他跟我講說, 爸, 不是啦, 我們坐在後面, 才可以不用讓座, 你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告訴你, 要是那個老人力氣很大, 他走到我們兩個旁邊, 我們怎麼辦, 假裝睡著, 你去看看捷運, 你去看看火車很多睡著的人, 那都是我兒子教的, 我那一個小時, 我教我兒子, 跟他講說, 我們都會老, 我們要有同理心, 我們不能這樣, 所以說我兒子5歲就會讓做, 我兩個孩子, 真的這麼小, 就知道要讓做, 為什麼這15歲, 不會讓做, 不同的是誰, 背後的父母, 有沒有這樣, 所以你怪這個孩子, 沒有道理, 老實講, 真的沒有道理, 永遠要記住一句話, 是背後的父母不同, 所以說孩子才會不同, 而不是這個孩子有問題, 絕對不是, 所以說你也不要過生, 孩子粗心啊, 我以前都會怪孩子脫線啊, 出心啊, 有一天我就發現說, 原來不是孩子的問題, 是我有問題, 為什麼是我有問題, 因為我到處演講, 我必須騎摩托車, 到捷運, 坐捷運或坐火車, 那我有習慣, 我摩托車停了之後, 我會鎖大鎖, 你知道嗎, 因為機車怕丟掉, 資安不好, 我都會鎖大鎖, 可是有一天我發現, 奇怪, 我鎖大鎖怎麼會鎖到隔壁台的, 你要是停到我隔壁台, 你會嚇嗎, 尤其銅顏色都跑不掉, 我就發現我怎麼會這樣, 原來那是通病嘛, 你怪你的孩子有道理嗎, 你自己都會這樣, 從此以後我就有同理心了, 你知道嗎, 我自己也這樣, 我怪我兒子真的很沒有道理, 所以說, 我們的感情為什麼那麼好的原因, 你知道嗎, 為什麼那麼好的原因, 因為小孩, 我自己感覺, 我沒有道理去罵你, 當你了解你的孩子之後, 你們兩個感情, 我告訴你, 很好, 當上來之後, 你們兩個說什麼就是什麼了, 這就是革命的感情, 怎麼會有青春期, 別說, 騙人, 沒有那一回事, 沒有那回事, 如果有那回事是你不會帶, 你不願意踏入這一步, 不用踏入這一步, 你不要告訴我孩子大了來不及了, 我書上有一個戲子的小孩, 來媽媽有沒有看看那個戲子的小孩, 我從來不知道他以後會怎麼樣, 可是我從第一本還是第二本書, 我就想寫這個戲子的小孩, 他小五連Color都聽不懂的一個孩子, 基礎非常非常的差, 我們有放棄嗎? 沒有耶, 這個孩子因為他爸爸和我們剛好是好朋友, 讓他每個禮拜從戲子來我家, 和我孩子一起學習英文, 我太太超了兩百多本的數學, 讓他寫, 基礎這樣上來, 每天花了一個多鐘頭, 抽他空中語教室的單字喔, 每天喔, 把基礎整個拉上來, 你知道發生奇蹟了, 高二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叔叔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這一次數學考幾分嗎? 說90對不對? 不對,99, 高二數學不用補習可以考99, 運用DVD, 運用DVD, 運用他自學, 我們整套都交給他就對了啦, 根本都不用錢的, 都交給他, 他跟我講, 叔叔, 你知道嗎? 以後我要到花蓮買一棟別墅給你住, 喔, 夠感動的啦, 好感動喔, 我不是感動他打電話過來, 我感動那一棟別墅, 很懂事的一個孩子, 寒暑假都會過來看我, 你看, 一個孩子就上來了, 這個孩子家裡單親, 絕帶什麼都是借的, 經濟基礎也不是很好, 後來大學考上中央景觀大學, 不用學費一塊月又15000元, 75000元給他們薄, 他們薄高興到, 他們薄高興的, 從此一試, 一試就改關了, 出來, 做經觀, 你知道嗎? 經觀, 一塊多少, 65000元而已啦, 22K三杯啦, 65000元而已啦, 你知道嗎? 很好喔, 我還要給他開呢, 你現在還要出來做光耶, 光耶, 怎麼下來我現在僅僅? 因為他遇到我, 你知道嗎? 至少我們曾經帶過, 他也蠻感恩的啦, 老實講真的蠻感恩的, 一試就翻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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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翻身, 沒錢沒了, 很多女孩在堆啦, 所以說沒那麼難啦, 真的沒那麼難啦, 還要22K, 人家做光65K, 還可以出國進修, 我告訴你, 當機會來的時候, 你的孩子有沒有辦法去接, 這才重要, 就是說要適時, 適性, 但是你的孩子, 你給他基礎不好, 你基礎給他不好, 我告訴你, 單單基礎不好, 態度不好, 人家機會也不給你, 但是你的孩子如果基礎很好, 態度又好, 我告訴你, 非常多的機會都會找你, 都會找你, 所以為什麼孩子要栽培的原因在這裡, 15K有固定人, 22K有固定人, 我告訴你, 200K也有固定人啦, 因為孩子能力不一樣, 孩子能力不一樣, 所以說不要告訴我, 孩子已經長大了, 沒有那一回事, 絕對沒有那一回事, 這也就是我們要學習啦, 老實講, 真的是要多帶多學習, 多學習, 來,為什麼要叫你們丟掉你們家的字典, 因為, 老實講, 都是因為我們大人的不在乎, 你都怪你的孩子成績不好, 功課不好, 那你自己程度好不好, 試看看就知道啦, 你們都是台灣人, 國語都沒問題, 對不對, 人家問題就很大了, 來, 來去年的, 大家一起來好不好, 來去年的, 童丸節, 童丸節, 都有, 童丸節, 丹音, 改了, 再來, 爸爸看到媽媽的, 任成文, 任生文, 到底是什麼文啊, 任成文誰講的, 你台灣人嗎, 任成文確定, 我告訴你, 我教你一樣, 好,你要答我的題目, 對的講錯的, 錯的講對的, 就對了, 你認為, 給他講錯, 你不要講你認為的, 認成文, 沒有改, 不相信你回家查字典, 你看看, 這叫認成文, 來, 心有迫者, 洞節什麼, 節渣, 二生, 再來, 天交集結, 每天總是怎麼樣啊, 你看吧, 你們一定分兩國啦, 三經啦, 三根啦, 沒有經這個音了, 沒有了, 對, 目前是三根, 但是以後如果再改的話, 不能怪我, 因為本來就是改來改去, 應該不會再, 三根, 再來, 鳴鼎, 鳴鼎大罪之後, 回家, 看著剛買了什麼, 夜經電視, 正怎麼樣, 播放, 壁爐, 壁爐, 再來, 血脈, 血脈, 怎麼樣啊, 噴, 噴髒還奔髒, 奔髒, 血脈, 奔髒, 好, 借過年, 大家除了怎麼樣, 公賀, 心, 吸, 吸, 不能, 免俗拿起什麼啊, 誰還說骰子啊, 給你們說不要講對的, 你講錯就對了, 再來, 什麼字啊, 這叫頭子, 頭子, 再來, 他極力的想要怎麼樣, 血脈, 膽音, 好, 失去更多什麼, 有意, 再來, 心情, 錯重複雜, 因為這是綜藝節目, 重複雜, 來,聽一下什麼, 耶穌, 耶穌, 祷告, 耶穌對不對, 耶穌才對, 對不對, 你看看嘛, 你們自己國人程度都這樣, 你怪你的孩子, 老實講真的有一點沒有道理, 你知道嗎, 你怪他, 那你自己本身有沒有更好, 有沒有更好, 來, 看看, 其實很多啦, 真的是這樣啦, 好不好,來, 什麼先生, 歐先生, 來, 處女座, 留著一頭什麼, 捲髮, 其實我很久沒有弄這個, 有時候自己會忘記, 夠可憐, 因為不常用, 好像是捲啦, 捲不是那個手部的捲, 好, 為人怎麼樣啊, 重規重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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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圖片是什麼, 來了吧, 這個叫什麼, 你看嘛, 你都不管, 講童對不對, 應該這個字叫動體, 動體, 不好意思怎麼樣, 脾氣怎麼樣, 倔強, 再來, 勞刀, 再來, 截筆, 這個字成考, 再來, 畫什麼, 畫匣子, 來,做生意怎麼樣啊, 手腕, 也不好, 再來, 中腸背什麼, 噶字票, 一筒, 一身怎麼樣, 銅鏽位, 再來, 分翔蟲是什麼, 雕刻, 單銀, 喝不見了, 再來, 誰講碩身啊, 這塑膠的術, 銀錦氣怎麼樣, 普, 便, 波焰便, 再來, 包, 瓜, 再來, 親家,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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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願意, 給予, 給予, 每天拖著沈重的, 步伐, 步伐, 再來, 又讓家附近怎麼樣, 向龍, 勒望龍, 之間怎麼樣啊, 啊, 去啊, 你們這班的程度是這樣, 請問一下, 國藝耶, 國藝耶, 這是英文耶, 呼天, 槍弟, 槍弟, 來, 再來, 自願, 自義, 自願之義, 除了到處怎麼樣啊, 卡油, 這是什麼, 上次還有一個跟我講說, 這叫斜油, 這字念什麼, 你們不懂齁, 開油, 這個字念開, 不信你去查字典, 每天只能以什麼, 肉燒麵齁, 連怎麼樣, 砧板, 好久沒有用到跟別人以前常吃什麼, 炸雞, 再來, 啊, 隔離, 對, 隔離, 上次一個媽媽跟我講, 這簡單嘛, 這叫哈利嘛, 說我在波特的哈利, 再來, 酸酸鍋, 再來, 兒子肩, 你看看齁, 很多很多, 我告訴各位, 這非常非常的多, 你不要以為你的國文基礎好像很棒, 其實我告訴你, 電視一打開, 正確的每幾個, 正確的每幾個, 就是我們, 一個字學一個字, 一個字學一個字, 要不然你全部學起來很難, 我學了這麼多, 我學了十多年耶, 也很辛苦啊, 所以說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必須要, 必須要一個字, 帶一個字, 一個字一個字, 慢慢的帶孩子, 民視, 我剛剛講過, 這個民視是什麼, DVD, 學習方式有很多, 不是只有靠補習, 你知道嗎, 補習只是其中一種, 但是我不太喜歡, 我不喜歡, 那我在, 因為我們有提前嘛, 對不對, 提前學習, 所以說我們國中, 我們就有利用DVD, 包括英文的文法, 包括國中的數學, 但是小學千萬不要給我看DVD, 為什麼, 學會思考, 當你的孩子會思考以後, 才看DVD, 所以說我建議, 國中的課程, 高中的課程, 才可以看, 小學絕對不能看, 因為看了以後, 你的孩子學不會思考, 都是人家告訴他答案, 這已經是不對了, 反而不對, 因為小學太簡單, 你不要給我看, 民視DVD, 不然的話, 以後孩子, 你請家教的話, 一小時都是一千塊, 花不起啦, 很難花得起, 那DVD的話, 你看, 審時隨時重複的學習, 我女兒數學, 高中的數學, 她可以看四次, 到四次她可以快轉喔, 可以快轉喔, 有問題嗎, 沒問題嘛, 對不對, 她的數學還是那麼強嘛, 因為她願意看嘛, 願意看嘛, 還有, 免費的網路, 很多喔, 學習方式是可以不用錢的, 很多說有什麼城鄉差距啦, 我們這裡因為學校設備不好啦, 所以英文聽力不好, 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這樣, 你家有沒有網路, 如果沒有的話, 學校一定有, 你願意不願意學習, 我家孩子也是利用那個免費的網路, 那網路根本不用錢的, 我兒子他本來是說, 他想要去美國讀書, 他想要知道哈佛教授, 到底怎麼去教你知道嗎, 後來他就不用了, 他就不想去了, 為什麼, 他打開網路, 就是哈佛教授, 用英文, 來教物理, 來教物理, 喔,厲害, 一邊他在聽英文, 這樣放了很多聲音, 我就聴聽, 我就總結他, 說喔, 你怎麼這麼厲害啊, 哈佛教授用英文來教物理, 你聽得懂嗎, 你聽你這麼厲害喔, 喔,厲害喔, 問他怎麼說, 廢話, 下面有字幕, 就這樣, 所以說你看看, 無所不在, 資源很多, 只是你願不願意去利用, 你會不會利用, 我就是要教你們, 怎麼去運用, 所以說有的人, 願意學我們都願意教了, 這就是我寫書的原因, 所以很多, 很多的觀念, 其實, 你只要會運用, 不用花什麼錢, 真的不用花什麼錢, 比補習便宜太多了, 那如果, 那個DVD比較貴, 你可以找人家分攤, 還有, 大人一定要配合, 配合他演戲, 你知道嗎, 讓他有興趣, 你要提高他的興趣, 而不是只有靠一張嘴巴, 叫他要做, 不是這樣, 寫習作, 問老師, 這很重要, 不是看會了就會了喔, 你一定要會做到說, 融會貫通, 為什麼一定要寫這個動作, 因為寫了之後, 才會進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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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很多, 上次要考數學, 很趕機測延時間對不對, 70分鐘, 34題寫不完, 我一直看了, 就覺得很好笑, 他說, 他至少可以寫三次, 為什麼他可以寫三次, 還可以檢查, 他寫了一次, 檢查一次, 再一次, 不論孩子都是一定要檢查, 但是很多根本沒有辦法檢查, 為什麼, 時間來不及了, 你寫一次都已經來不及, 怎麼可能有時間檢查, 那當然囉, 你的分數就不好看嘛, 對不對, 你的分數就是上不來, 因為你沒有時間寫完, 又沒有時間檢查, 我們為什麼可以檢查, 把出新的再改過, 所以說速度很重要, 速度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DVD嘛, DVD你時間做, 時間預習嘛, 就是讀書是有方法的, 讀書絕對有方法, 而不是說我們怎麼樣, 這是我女兒寫的, 我女兒寫的老幼婦孺啦, 他那個國文老師喔, 就跟他講說, 你爸不是作者嗎, 怎麼作者的女兒寫這樣, 回來跟我講, 我有罵他嗎, 我要罵他嗎, 應該這樣嘛, 老幼婦孺嘛, 對不對, 我怎麼跟他講, 很好啊, 你沒有寫這樣, 我已經覺得很榮幸了, 沒有寫這樣, 老幼婦孺, 我女兒就瞪我一下, 所以說教育不要那麼嚴肅, 你知道嗎, 教育千萬不要那麼嚴肅, 你們的互動才會好, 你們的互動才會好, 我在我們家, 其實都是負責在講笑話的啦, 幫他們紓壓, 其他的就是, 他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固定時間閱讀, 一定要有這個習慣, 固定時間閱讀, 天塌下來也是一樣, 我在最後一本書, 我有教各位, 怎麼去安排你們家的讀書計畫表, 你要第一步, 第二步要列下來, 固定時間閱讀, 什麼時間, 做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你做久了之後, 你的孩子就有自學的能力, 那也就是態度的一部分, 現在什麼時間, 吃飯了, 看電視, 就是按照三餐, 看DVD, 看英文, 按照三餐, 那有時間性的, 就好像醫生叫你吃藥, 也是照三餐, 我的方式也是照三餐, 你才會有這種時間觀念, 你大概做久了之後, 那個作息就會留在你孩子心裡面, 當你的孩子大學了, 到外地去讀書, 他就會自動讀書了, 而不是等到月考才要在那邊翻, 這已經是不對了, 所以有的為什麼離開家之後都完了, 我的孩子離開家之後, 老實講, 一樣, 真的還是一樣, 都不會變, 他的成績和分數, 永遠都是維持在一個定數, 不會掉下來, 會掉下來就是你的方法有問題, 所以固定時間閱讀非常重要, 興趣的不興趣的, 我以前有時候會丟給他, 這一本就是二十頁好不好, 你二十頁這二十頁, 這樣子, 不多嘛, 但是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只是要讓你習慣上來, 所以他剛開始要看漫畫的時候, 我也接受, 我只希望說你有這個閱讀的習慣, 等到他稍微長大之後, 你跟他溝通, 他會願意看一些比較深的書, 因為已經習慣了, 已經是習慣了, 所以很多人說要去補作文, 我告訴各位, 你只要多閱讀就夠了, 作文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補, 如果你有那個時間, 往數學去跑, 你知道嗎, 數學贏人家二十分, 作文相差大概兩分, 你要把時間花在哪裡, 這是很現實的想法啦, 很現實的想法啦, 那如果你為了這個去補作文, 那作文是人家補出來的, 也不是你的東西, 補到最後考完試你也沒有了, 也沒有了, 所以說作文是不用補的, 所以說那只是一個觀念而已啦, 沒有什麼, 來找出孩子的罩門, 很多孩子會不聽你的話對不對, 那你怎麼讓他聽你的話, 這時候你就要找出他的罩門囉, 在小時候我兒子最喜歡什麼, 最喜歡籃球打籃球, 因為他要長高對不對, 他最喜歡打籃球, 那最喜歡打電腦, 所以當他犯錯的時候, 我會去扣他電腦的分數, 我會不要讓他出去玩, 他就會覺得很難過你知道嗎, 他不出去他就很難過, 我就是故意要讓你難過啊對不對, 不讓你難過你怎麼會聽我的話, 在小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跟他講道理, 慢慢的跟他講道理, 他才會聽啦, 因為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的做法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說你要找出他的罩門, 你看看喔, 卡通前背英文單字,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因為卡通喔, 時間快過了喔, 你在拖沒關係, 你在拖沒關係啊, 拖完就沒了, 拖完就沒了, 所以以前我們背單字, 兩個背單字, 我們一定在哆啦A夢喔, 哆啦A夢開始之前, 我算準大概半個小時, 或者20分鐘, 你要拖去拖沒關係啊, 結果我告訴你, 效率非常好, 齁,兩個多人親耶,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快不見了, 那個卡通快不見了, 那有時間壓力的, 所以有時候方法你要自己去用, 你知道嗎? 你要找出他在意的, 然後下手, 百發百中, 所以你要了解他到底在意的是什麼, 那有的不要看電視啊, 那你要找出他要的是什麼啊, 有的孩子很討厭那個鬧鐘啊, 對不對? 每個孩子討厭不一樣, 每個人那個喜歡的不一樣, 你要找出他的罩門是什麼, 這也就是你的工作, 你如果對你的孩子都不了解, 你永遠都是姨, 你是爸爸, 你是媽媽, 這樣不通的, 這樣不通的, 所以說為什麼要用心的原因, 一定要用心, 我奉送各位用心兩個字, 雖然是很簡單, 可是那個用心, 如果你做得到的話, 你就是人生的勝利主, 我自己本身, 我沒有學歷, 可是我跟各位報告, 我很用心, 我真的很用心, 我要做的事情, 我會盡力去做, 我會去找到那個環節, 你的孩子哪裡出問題, 你必須要去找, 要去找, 解決了, 你的孩子就上去了, 我自己本身是彰化人, 我阿嬤, 我一邊, 我回家, 我阿嬤回來跟我說, 我去收一邊兩萬塊的小, 結果, 我那個七十多歲, 阿嬤就跟我講說, 阿嬤,洗什麼, 我洗到肚子都痛得要死, 我還要洗你一個人, 一個人洗兩個衣服, 我這有什麼困難, 我就買一台洗衣機給你洗, 這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洗衣機, 我買來了, 也不洗啊, 為什麼不洗, 我幫他安裝了, 都沒辦法動啊, 對不對, 來, 爸爸為什麼沒有動, 來, 油有電, 我有插電, 油有水, 我有水, 再講, 你當我是, 我操作的, 當然弄完之後, 我才回台北, 機器壞掉嗎, 新的, 新的, 在想, 嗯, 水壓不夠, 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 可是還沒有到那裡, 很多人說, 沒水沒電,都有, 你要不要找出原因, 也沒有壞掉啦, 所以我就會找出原因嘛, 對不對, 這個洗衣機, 就好像你的孩子一樣, 當你的孩子出現問題, 你要不要去找原因, 你可以兩種選擇, 你可以馬上回台北, 你也可以馬上退貨, 但是我沒有, 我一定要把它找出來, 我少賺一點錢沒有關係, 所以說我都跟他耗, 我一直找, 有,有水, 但是那個水不是自來水, 不知道從哪裡抽來的水, 對, 我馬上第二天去自來水公司, 馬上錢, 捐好了, 還是不動, 要不要找原因, 要, 我會找很多原因, 結果發現, 真的是水壓不夠, 對, 他不像台北, 有加壓, 他們那邊, 不可能有加壓, 我剩下八千塊, 我就去買一個水塔, 叫水電把我裝好, 水壓, 那個水, 我按一按, 水出來了, 我好感動喔, 我都快想哭了, 我弄了兩天耶, 我真的弄了兩天, 有那麼難嗎, 你們願不願意做, 阿嬤, 他有八個孩子都不講, 哇孫子, 要花錢都找我, 你知道嗎, 要花錢都找我, 很奇怪, 結果我去, 兩萬不見了, 兩萬不見了, 我看那個, 那個什麼, 後來, 本來是我阿嬤幫, 那個阿姐洗衣服, 後來變成, 我教我那個雅巴叔叔, 用洗衣服, 反過來, 變雅巴叔叔幫我阿嬤洗衣服, 你看看, 我阿嬤多高興, 高興得要命, 這就是用心, 你幫他解決嘛, 哇, 這個有夠來行的啦, 對啦, 嘿, 我看我阿嬤那個電話, 他只有被動接電話, 我就想說, 我阿嬤真的很可憐耶, 七十幾歲, 沒有打電話, 萬一他有事, 他要打電話找人, 怎麼辦, 我就幫他換一個電話, 對不對, 那個電話就是什麼, 設定的, 我說阿嬤, 我幫你設定, 這有十足, 你有八個孩子, 你如果要靠第二的, 你就十兩, 只要走起來, 第二的就靠, 第三的, 十兩三, 第八, 十兩三是跟我七八, 會不會打, 會打,對不對, 我阿嬤會打電話, 我說阿嬤, 我在台北, 第九個到第十個, 就是我家的電話, 我阿嬤很高興, 不關心喔, 電話走起來, 靠下去, 喔喔喔喔, 這我孫, 每天只有打電話, 找我聊天, 你知道嗎, 我阿嬤真的很快樂, 那時候真的很快樂, 因為那時候她是被動接電話, 她現在是自動能夠打電話, 你看一來一往差多少, 每天打電話找我聊天, 我也很快樂啊, 你知道嗎, 每天真的打電話跟我聊天, 後來他們分財產, 居然沒有打電話給我, 花錢的找我, 沒辦法, 就是這樣, 你看我阿嬤, 那一段期間就很快樂, 所以說用心真的很重要, 我跟各位保證, 你的孩子不是不優秀, 而是我們自己不用心, 當你自己用心的時候, 你孩子一定優秀, 問題出在我們身上啊, 絕對不是你的孩子, 我們常人啊, 台南相談的, 老實講, 我剛開始, 我對他很, 我覺得很抱歉, 對不起他, 為什麼, 因為他穿的褲子總是這樣子嘛, 就是, 就是買的, 也稍微皺皺的也不合身嘛, 我就說, 阿嬤, 你來台北, 我幫你做一張褲子, 為什麼我對不起他的原因在於說, 他穿這樣, 我都穿這個有兩條線的, 你知道嗎, 我都定做的, 突然穿這樣, 我就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就跟他講說, 你來台北, 我要做一張褲子給你, 他說, 不用, 你來台北真的兩千, 我這真的五百塊而已, 我跟我們嬤, 阿嬤, 沒有錯啦, 我那是比較貴啦, 但是, 你每次都嫁菜給我們吃, 我也叫你不要嫁啊, 對不對, 那個運費一次都兩百幾塊啊, 那兩百幾塊來台北, 買很多菜啊, 你也是要嫁啊, 你怎麼跟我說, 你說你做的都沒有農藥啦, 這一定通了, 你說服了我, 你沒有農藥, 所以說我吃他的菜, 那就很開心, 你知道嗎, 所以說沒有農藥的, 這點有通, 所以說我繼續給你嫁, 雖然說有比較貴, 這沒問題, 但是, 你今天, 你如果說穿就穿這款的褲, 你穿起來很有精神, 而且這件讓你穿得很久, 你知道嗎, 還有兩條筍, 看起來就像人了, 你知道嗎, 你出去, 那個妹妹都會看你喔, 喔, 我跟他講到, 他這樣笑, 他覺得很好笑,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說有希望了, 我就知道有希望了, 再來我就跟他, 他也不上台北喔, 我就拿一隻褲子啊, 跟我們店舖穿通, 拿一隻褲子喔, 去台北, 塞尾尾尾尾啊, 有什麼困難, 結果那天, 我回到台北, 頭中電話什麼人家的, 我們店舖的, 喂, 啊, 你, 你要跟你們店舖, 不, 你要跟你們店舖做的喔, 說是喔, 你有心做嗎, 不然我做三而已, 很厲害, 原來他不要不要一件, 你知道嗎, 要三件, 我跟我兒子參加說, 好, 我現在喔, 如果暑假, 我回來喔, 那冷氣給我吹回來, 多住幾天, 所以你看, 有那麼難嗎, 你只要稍微動動腦, 稍微比你孩子多一點耐心, 多一點用心, 孩子根本沒有問題, 不管老的,少的, 通殺, 你知道嗎, 通殺, 當你問題解決之後, 你會覺得說, 喔, 我怎麼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你如果覺得, 我怎麼這麼厲害, 老的也可以, 啊, 年輕人也可以, 有時候, 我們在電話的卡, 我講講講, 說半點多錢, 我沒有告訴他, 那是什麼人, 我說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再說半點多錢, 他說你這十七歲到七十歲都會這樣, 喔, 啊, 事實上, 本來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本來就沒有什麼問題, 再來, 家裡一定要幽默, 我奉勸各位, 你們家裡啊, 那個, 那個氣氛一定要幽默, 因為這個幽默, 這個氛圍會影響你另外一半, 還有孩子, 齁, 要製造幽默, 要會講笑話, 要多看書, 要多學人家的經驗, 好不好, 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家就非常的幽默, 旁邊的動作, 喔, 有我一個人開始, 抖帖, 都問了很快了, 我們家的心情就很愉快、 對不對, 就很幸福, 對不對? 我會跟那個短腿的離婚嗎? 我會。 下輩子我還會跟人家結婚? 真的, 短腿沒有關係, ě不!? 我太子就跟我講說, 喔, 高速公路的那個演講喔, 你不要給我接, 很危險, 你知道嗎, 高速公路很危險嗎, 你不要接啦, 那賺一點點那危險。 我說你在怕什麼 人家有保險 你怕什麼 你保那一點點 嚴酒 保那一點點 我會直接跳出來 保好 我有辦法 怎麼辦 你要保護也保高一點 叫司機開快一點 你有沒有辦法接受 你要是有辦法接受的話 你們家就什麼事都沒有 會很幸福 可是有的父親沒有辦法接受啊 對不對 我第一次去金門 為了他們兩個去 我去年 又去了兩天 去金門 我真的是很累 我講了兩天 回來 我兒子就給我打 爸 你去金門演講了兩天 你知道嗎 媽媽在家裡看電視看了兩天 我聽了 實在是很抓狂的 我就假裝很生氣 跟我太太講 你兒子去金門兩天 你給我看電視看兩天 我兒子又跳出來解釋了 啊 不是啦 他看那個電視是看那個飛機有沒有掉下來啦 你看看 自從我兒子講了這句話以後 我從此不敢去金門 所以說 當孩子 有些話能講 有些話不能講 我們家孩子什麼都能講啊 所以我們家就這種氣氛啊 可是當你以長輩的身份去框住他的話 我告訴你 會很乖 你知道嗎 他就限制在那裡 所以有時候 必須不要那麼的計較 我們家就這樣 所以說我們家為什麼那麼快樂 那個幽默的氣氛 我告訴各位 哇 那個心情就很好 你知道嗎 心情就很好 不要說我是爸爸 我是媽媽 我告訴你 沒有用 如果你以是這樣的話 就是到一個定點就結束了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孩子要 必須要自主學習 非常的認真 我兩個孩子真的是認真 真的是這樣 有一次我女兒在高中的時候 真的全班只有平均41點多 數學 我女兒考84分 為什麼她可以 為什麼可以兩倍多 因為高中的數學真的很難 可是她很認真做 數學對她而言 反而是救了她 你知道嗎 反而是救了她 反而那個大學學測五年最難 她學測是滿級分的 為什麼她那種頭腦可以 就是因為她很認真的在做 就認真兩個字 很認真 我女兒認真真的是出名的 她在想那個國中的時候 每個學校的那個 每個老師幾乎都認識她 她筆記很做得很勤耶 有一次她弟弟就 就拿她的筆記在那邊上地理課 然後地理老師看到她 這筆記是誰的 很熟耶 很像我的筆記內容 是我的東西耶 這筆記是誰的 我姊姊的 你姊姊叫什麼名字 徐某某 啊 她是我教過的學生 很認真 多學點 多學點 她很認真 你知道她認真到什麼程度嗎 我在課堂上說什麼話 她就記什麼話 笑話也超 廢話也超 你看她畢業了 連老師都記得她認真的態度 這也就是我要給孩子的一個 最大的教育 就是要認真 我不管你聰不聰明 我們家就是看態度 從小弟弟被罵得最慘 我兒子也曾經不平 為什麼 我每次考一百分還被罵 四十五分都沒事 我們跟她講 我們看是態度 所以說 到最後連兒子態度 也整個都上來了 整個都上來了 還有家事一定要做 家事一定要做 我們從小學 從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們就要求她做家事 拖地 洗碗 我兒子在高三的時候 她就跟我們講說 媽媽 所有的碗盤 從今天開始都是我洗的負責 高三就開始囉 那是在於他們以前的小學習慣 小學三年級的習慣 拖地 怎麼樣 洗碗 我跟她媽媽講說 你兒子洗得完 你敢吃嗎 廢話 我吃之前都再洗一次 不早講 你不早講 我吃那個沒洗的 你都吃那個有洗的 很多的習慣在小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重視 選擇自己孩子方式 不要最好的 不要被最好的 真的是這個樣子 選擇適合你孩子的方式去走 別人的經驗有時候稍微 把它融入自己的東西 我們自己也是這樣子慢慢學慢慢學 態度出來 成績就上來 根本沒有什麼問題 孩子 我跟你保證沒有什麼問題 孩子呢 不管是男生 或是生幾個 一個媽媽就是生了四個女兒 那四個女兒呢 哇 剛生的時候 他媽媽就覺得很鬱準 我怎麼這麼傻 我生四個 四個女兒 可是他很認真的在教育 長大了以後 這四個孩子 每一個人 給他媽媽一萬塊錢 各位喔 他媽媽 痛得要是說 我比公務人員更好賺 我不用做就各位四萬了 那時候他很傻 生四個 現在他晚上說 我怎麼這麼傻 我們只生四個 我為什麼要生四十個 你生四百的就好 要去家比較快 所以說我告訴你 孩子不是男或是女 是你要不要教育 你知道嗎 在於教不教育 不分男女 不是幾個的問題 是你要不要教育 很快很快時間到了 我還沒教育 怎麽 是 我寫 不成功 我 為何 這也要獲得 我 那是 有 我 就是 我